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我們今天要講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把Walkstone講完 第二部分要講大概一半的OD estimation 因為高速公路的OD estimation 為主 因為Local Arteria 的OD estimation 實際上還是一個很困難的研究 issue 但是我就跟你講過 其實你們那個 simulation 裡面 每個人都弄一套OD model 在裡面 每個人都沒有人知道是對不對的 所以你們 simulation 為什麼做完以後 還要開背心半天 弄半天弄不好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 Freeway 的OD 也是一樣 也沒有一套說完全標準的方式 可是你要知道那個問題 你 calibration 的時候比較方便 所以有時候叫你不要完全相信 軟體就是這樣 包裝得很好看 裡面什麼就看不到 OK,我們昨天講到 應該是講到這裡 我肚子不餓就可以講慢一點 肚子餓有時候越講越快 有兩個方式在 control 一個是施工地帶的控制 一個就是 static early merge 一個是 static late merge Early merge 就是我們重複 就是希望車子這裡是施工帶 或是因為某種情況把路堵起來了 那我 這個什麼意思呢 不過以後你們如果真的做研究 寫 paper 這個 notation 都不對 太多字 又臭又長 學員現在都習慣把那個電腦 用寫電腦程式的名詞 當作 paper notation 是不可以這樣子 只是現在越來越 sloppy 以前我們都是只能一個字母 上標下標決定 那這個什麼意思 這個是說 我要算出來說 剩下這個車道的capacity 有多少呢 有多少什麼意思呢 如果這個被關掉這個車道的車子 車流量通通轉到 這個open lane這部分的時候 這兩個加起來的流量本身 不會超過這個closed lane的capacity的話 這種情況的時候 就給人家早點merge 叫early merge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QIMOD的意思 那這種情況通常什麼時候發生呢 一定是流量moderated to light traffic condition 才會這樣子 它意思就是說 如果流量小的話 你早點換車道在裡面 為什麼 你這裡有空間讓你換 就像這個意思 換過來以後 車子可能都在像這樣平衡擺著的話 你就避免再次 車開到這裡以後再換車道 因為車開到這裡的時候 它速度就要停下來 慢下來 在merging過來的時候 就會造成這裡的butter neck 如果流量低 你早一點換的話 這個車流還可以維持一個穩定的速度 不會有在靠近施工帶或車禍地帶 在這一點的land blockage 這個地方你可以發現 如果沒有控制好 只要一兩輛車 像我們常常看到有的車 就把頭開一半過來對不對 它停著停著 然後慢慢推它頭 慢慢推推推推 從這個小小的一個燈 推到一個整個半個車頭 那怎麼辦 它這兩邊都慢下來 就是這個purpose這樣 可是為什麼說還要算這個capacity 這個方法怎麼算 我這個並沒有講 在我們下次的課程裡面 會給你整個數學model 這裡我是給你介紹application這樣子 因為你在關那個鏈的時候 這裡的capacity 就不是一般的車道capacity 我上次有講過 如果這裡是 就是施工地帶 一定有些障礙之類的 你車開到這裡的速度 跟那個需要維持的間距 跟你在這個正常地方不一樣 所以這種情況的話 你capacity會降低 所以要找出這個 這個可以讓它 不阻礙traffic condition之下 的moderate 所以它這裡講 如果這兩個加起來 還是小於我給你的critical number的話 這個時候你就early merge 可以早點讓它走 所以維持這個車道平衡 可是你知道 常常還是有那個driver 覺得很投機取巧 看大家都走這邊 這路這麼空 就一根咻 開到最前面來 對不對 開到最前面來的時候 結果怎麼樣 就是因為這種人的自私 他到這裡的時候 他都急急急 一急就讓人家都賣下來 所以我都建議這種 要開罰單了 另外一個叫late merge late merge的時候 就是表示說 已經慢慢進入 congestion的情況之下 那congestion的情況 它的意思是說 OK 你不要那麼早變 反正你現在變過來 反正我這裡的流量 capacity 並不足夠於讓你 維持原來的速度來通過 一定會慢下來 但關鍵是 你可以充分利用這一段的capacity 空出來的空間 可是我希望呢 這兩邊流量 這兩邊流量 這個open lane流量 還有怎麼樣 利用它這個 控的space的時間 讓這個block 這個lane的車子 有機會過來 有機會過來 它如果有機會過來 意思是什麼呢 就不會在這裡 產生一個queue 停止的queue情況之下 可是你知道這也是有限度 當這邊流量高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這變數有兩個嘛 一個你到底有多少車在這上面 一個是這裡有多少車 這個available的gap 跟什麼有關 跟你車的流量分布有關係 所以另外一個criteria就是 到多大的時候 所以它這裡 definition 就是說 can be merged onto the open lane for the maximum total surplus 所以這裡我們已經知道 像這種 已經超過某種流量的程度 已經不可能維持這個車道 是一個smooth的traffic condition 那結果怎麼樣 結果你就希望說 它過來的情況 我可以maximize 最多能夠 maximize and support maximize and support condition在什麼樣 maximize最大是什麼 最大就等於這個 這種情況的capacity而已 maximize and support 意思就是 能夠減少這個車道變換過程裡面 slow down這個traffic condition 你知道車道變換過程 把這些車道 慢下來堵住的話 你的smoothput都不會增加 smoothput的意思是說 每一小時 多少車子可以通過的意思 要smoothput 一個車道最大的 就像這種case一樣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個要算的 那你想看 車子要過來怎麼過來的 看有多少gap 這個gap本身是什麼 是在動的 對不對 對不對 就像一個 你如果想像說 像那個收費站的意思一樣 收費站 它是固定的gap 每幾秒幾 一分鐘三十秒就可以收費完 車就會經過 所以它一個service 一個arrival arrival的到達情況 可是這個情況 這個是一個gap 是一個動的情況 那側面車也在動的情況 如果這個gap比較 分佈的比較少的話 這裡車一定會變成什麼情況 慢慢慢慢慢慢 繼續要停下來 找到一個可以轉來 才轉過來 對不對 如果這裡車比較 比較少的時候 它可以慢慢慢慢 可是不用停 就找到機會merge過來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是有一個 必須computation的一個capacity 到多大才是 它可以做 可以做late merge的情況 那如果超過這個level的話 就告訴你 即使late merge也不太夠 你還要做 Variable speed control 所以這只是 一個變速的系統 在跟你分析 那這裡雖然model 沒有present 可是回過頭來 這個地方就跟你想到說 我們那天 昨天前天交那個 高速公路控制的時候 那個系統怎麼樣去分 怎麼樣去去model 這個每個segment的traffic condition 這個一樣 這個就是把它路段 從有堵車開始分 切了好幾段 切好幾段 那每一段裡面 當作是什麼 就像我們高速公路的一段一樣 我這裡面有flow in flow out 然後這裡面可以算多少部車子 算它的density 算它的密度 密度可以得到什麼 流量流出來 對不對 就跟我們前輩講 控制一模一樣的方式 只是看你要做多細 那這個控 像這個系統的控制目標是怎麼樣呢 是希望這整個系統的 這裡最大量maximum throughput出去 那你也要 以另外一種方式是 我控制這每個segment裡面 每個小區段裡面 都會怎麼樣 都有maximum throughput 就是最快的樣子通過 避免local bottleneck 這我們在 next section會講到這個 但是這個 我就說這裡面本身怎麼決定 我剛才前面講的兩個變速 什麼時候可以做 做late merge 什麼時候可以做early merge的話 是根據你model這裡的車流情況 決定的 那這個model跟我們講高速公路 那個控制model是一模一樣的意思 所以這裡說 maximum throughput flow rate the volume 這裡的變速 這個volume level 這個open lane 可以carry the vehicle merging from the closed lane without causing severe spillback spillback的情況 就是說什麼是最大的maximum throughput rate 這裡總加起來是 最大的量多大呢 他用這個變速 這個流量 假設這兩邊分配是 平均方式來講的話 最大的流量是 這兩個加體流量 會使呢 會使這些 車變換車套過來以後 不會造成停止的現象 車流停止的現象 這個是你最多能夠carry的 the rate 那這什麼意思 就講說state dependent variable GG1 這是在那個cuning 就是等候理論裡面 通常我們 G就是general distribution 前面這個是一個服務的 一個是Service 一個到達一個Service 有一種你看到MM1 就是通常我們在收費站 收費站 這個車會堵多長 決定兩個因素嘛對不對 一個是 多快你收費 我們幫你服務 一個是車多快到達 那像寫這個意思表示說 MM1就表示說 到達這個車子 是個poisson的process 就是random到達 服務的人也是一個exponential 一個服務時間 也是一個distribution 那你根據這兩個distribution 如果服務的時間 每服務一個人收費票的時間 小於這個車子到達速度的話 那你當然車子 早晚會Q掉 會清掉 如果他每拿一個票 進去找你錢 都要花三分鐘 可是車每一分鐘都到達 這種情況會怎麼樣 Q是越來越長嘛對不對 所以前面這兩個通常表示什麼 表示一個平均服務時間 是什麼一種distribution 平均服務時間 平均到達車子的時間 是什麼distribution 所以那個叫做 我們等候理論的一個基本模式 這意義是代表說 多少服務站 像我們高速公路一直有五個窗口 車子一來 可能從三個車道來 可以走到五個窗口去 選哪一個去 這就是標準的 所謂等候線 我們這個某個程度上也有像 為什麼 你做model 要擋進要通 就是我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這裡是車子 這裡是一堆車子 這裡車子 我們這樣跟你講說 你可以到 later merge 沒有叫你走到這邊才開始 merge 是跟你說你可以往前走 走到你可以 merge 你這樣就趕快 merge 所以在 depend你的流量多大的情況之下 它任何一個地方 approaching這個 bottleneck的地方的時候 它隨時都可以lane change 所以某個意義上來看的話 這個open lane上面的gap 就像什麼 你服務的時間一樣 有gap open的話 車就可以進來 有open就可以車進來 只是這個gap怎麼樣 是動的動態的 我一直在動態 這邊也是動態 就比較困難 所以這個分配不是像我們 高速公路收費站那樣的分配 高速公路收費站 每一個服務員收費時間多長 收費時間多長 基本上這個constant 有的可能不同的人不一樣 會有一個變動 所以這個變成所謂GG1 就是generalize 它不是任何一種特定的統計分配 是個general distribution 所以你們 當然這稍微advanced一點 這個 你如果有做研究的人 就要去看那個等候理論 作業研究裡面 有一個叫等候理論 那個chap就這個意思 通常你看到 你看到是MM1 那表示說 因為做最簡單的方式 這裡是 都是prosome 都是random的方式 那這個算是比較複雜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這裡面把那個model 秀給你們看 但基本上這要得到的是 想要算出來就是說 如果這個gap夠多的話 這些車子 從開進這個影響範圍之內 它在還沒有 所以你這個時間就是 一部車從這裡 像我們做這個model 本身有兩個因素 這個車子從開始影響範圍 影響範圍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車流已經受到 會受到這個blogged的影響的範圍之內 車流會感到 而且會降低它速度的情況之下 就算影響範圍 在從影響範圍到達 走到這裡的話 你一路上要找什麼 一路上要找看 有沒有可以換車到的地方 對我們開車一走 一看有沒有機會可以換車到 所以變成說 這種model就比較複雜 你要想說 我總共只有這麼多時間 你要很lucky在這麼多時間裡面 找到你可以換過來車道的機會 你如果開太快也沒有用啊 你開太快 一下子就只有到這裡才可以換啊 所以你開太慢 前面也找不到啊 所以要這兩邊 要跟這裡主線車的速度 要概略的配合 你才可以找到空檔去換車道 假設你是一個很好的開車流量 不是隨便就把人家插進去的了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gap的distribution 跟這裡的流量有關係 跟車速有關係 那從這裡流量的車速來算出來說 總共加起來有多大流量 超過這個流量的時候 就不可能讓你在從這裡開到這個鏡頭的時候 有機會進來啊 所以流量大的時候一定會怎麼樣 開開這麼一不進 這裡進不了 找不到機會 找到這裡就排隊了 排隊的時候停止在慢慢插 如果會造成這種情況 表示你的流量已經超過 我的邊際流量了 那我們的意思就是說 前面講說 流量夠低 你很早就可以換過來 我這個車哨 還是可以保持原來速度繼續走 沒有問題 流量低的時候 你換車道不會影響別人 這個是說流量已經高了 高到一個程度以後 那個程度 那個流量就是我們要算的流量 就是這個流量 算到這個高到什麼程度 高到 雖然我沒有辦法維持原來的速度 OK 讓車子很Smooth的走過去 可是呢 我還是車子可以不用停下來 可以都在Moving Condition之下 車子找到Gap換車道 就像高速公路一樣嘛 流量不很大的時候 你換車道不會影響別人 如果流量兩邊加起來夠大 超過這個邊際值的話 那這邊的車子呢 一定要走到會停的狀況之下 才有辦法換車道過來 你停的時候 換車道過來的時候 很可能怎麼樣 因為你從停止狀態 再換過來 那個速度低很慢 只要你停的話 這些人也會停啊 所以有一個Critical Value在裡面 所以超過這種現狀況的時候 我們就跟你講說 你除了要用Later Merge以外 你還要怎麼樣 用Vibro可變速度控制 把這個進來速度降低 因為你這個是關的車道 你車速會慢 這是開的車道 這個人開車不見得會慢 通常你看Open車道的車 它不會慢 它一定秀很快 它很快的時候 這個車道的車更沒有機會過來 本來那個流量可能沒有那麼高 可以機會過來 但是因為你Open車道的車開很快 讓它沒有機會過來 然後造成一堵 堵在這裡的時候 它要換過來的時候 那你不管你再快啊 你還是會被它堵到火去 結果互相摧毀彼此 造成那個Traffic Congestion 所以我們的Point就是說 你如果達到這個Farling之上的時候 我們知道你一定會停下來 那我用可變速度的方式 請你把這個速度降低 特別這個車道的速度降低 降低的時候 可以多一點機會可以進來 當然流量在更大的時候 也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的時候就要怎麼樣 就像我們那天講說 最大的時候要變成什麼 兩邊根本根本都是要停在那邊 那你就用一個紅綠燈 紅綠燈設在這裡 然後用紅綠燈的方式 來做Merch 但是這個還沒有人真正實驗 加州實驗過一次 我們要實驗沒有成功 那不給我們做錯太危險了 但是實際上 你如果兩邊都堵的話 在施工地帶 就像那個紅綠燈路口一樣 OK 就這個意思 那整個model procedure 是像我們標準的作業程序一樣 Calibration 這個traffic density and speed data 你要這個車流 你要model這個施工地區的車流情況 我就跟各位講 跟我們傳統不太一樣 你沒有施工地帶 跟有施工地帶 車的情況不太一樣 你車行為不太一樣 你在施工地帶 或堵車地帶 你特別願意換LAN 換車道這樣子 然後計算那個 Triple flow state variable 就是Speed density關係 然後去推導這兩個控制值 一個控制值是 在這個控制值之下的話 你都用Early Merch去夠了 表示Light Tribe Condition 另外一個是在 超過這個控制值以後 你就用Light Merch 然後在超過這個 這個可以不用停的那個流量的時候 就表示車子會停下來 會停下來的時候 你就要用Variable Speed Control 就這兩個Control Threshold 這樣子 就整個Model 你的Procedure 這樣子 OK 整個Operation是這樣子 你Triple Volume Data進來 兩個車道 那把那個進來流量 把它convert成那個 Olit Flow 因為我們計算的時候 都是用Olit Flow 算的 然後我們的Model裡面 你要計算兩個 我看兩個 兩個控制的一個 Threshold 就是門檻值 所以你看第一個 如果這兩個 車道加起來的流量 小於第一個門檻值 表述說這個車流 實際上是相對是低的車流 Moderate 就是不高的車流的話 那你就可以 也是走到那個 Early Merch去 就是說 車子很早一點就過來這裡 所以在這一段 不會有車子 不會有車子的話 就保證什麼 保證我這一段的話 不會怎麼樣 車子不用停下來 不會有在這裡 被人家Merge進來 把車流堵住 所以基本上這個車道的話 還可以維持 原來的traffic condition 原來的速度 這樣 不會被block起來 所以你 基本上可以維持 這裡的super 就是流出來的 車道量 會幾乎達到 這個車道的capacity 這樣子 如果說 你no 你這兩個加起來怎樣 你超過這個 我們可以接觸零介指的話 那就告訴你說 你要用 是已經接觸 接觸那個 Level of service D 以上的話 你要用 Late Merch 就是 讓這些車子 所有的車都 車可以用兩個車道 繼續往前走 可是往前走在 close lane這個車道的話 它要盡量利用機會 Merch到這個 Open lane過來 那什麼時候 你跟Merch過來 一方面看你的技術 一方面看你的運氣了 但平均可以過來的話 平均可以過來的話 讓你我們的控制器 能夠產生最多的 Maximum Super Maximum Super 跟有關係 有什麼有關呢 跟你速度有關 如果你這Merch出來 讓這個Open lane的速度 變得很慢 雖然沒有停下來 可是變慢的話 你的Support 也會變少 如果你 可能很多小車子 很好Merch 影響不大就很快 如果這裡有一兩部 大卡車 大貨車 或是大巴士 你的Merch process 即使不停的話 你會影響到它整個速度 你還是會慢下來 那你控制目的就是在看說 你的控制 我的控制 誰好 你就是在這裡量 你們比較不同的方法就是在量 看誰的方法出來的車子最多 就是它的Maximum Super 那如果在超過這個臨界值的時候 那就跟你講說 Heavily congestive traffic state 所以需要用Advanced control 就包括那個可變速度控制 我們在做這個部分的時候 還沒有研究到 怎麼用紅綠燈控制 所以只能用可變速度控制 可變速度跟Merch control 可以實施 也在實施 也在用 我講的紅綠燈控制是純粹理論研究 還不給我們實施 保險公司 像我買保險 保險公司不知道怎麼賣這種保險 他們還沒有這種保險過 他們不太敢賣這樣 這就是我剛才講的 如果兩個加起來流量 已經大於你的控制值的話 低於一個控制值的話 用Early static 就是靜態的Early Merch 沒有的話用Late Merch 所以在兩個之間的話 超過的話 就要用一個動態的調整 加上什麼 那真的流量 你知道我們雖然會 Early Flow 一小時 Flow 來平均來比較它 可是流量並不正的 都平均了 有時候會高低高低的 所以你實際上 會彈性的調整 在Early跟Late Merch之間 這次我們做了一個評估 做了一個評估 到底怎麼好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是Support 記得Support在兩邊 Support在兩出口地方 在同樣的時間裡面 做好Trust可以通過 就是它Support 誰能夠通過得多 一樣的流量 誰能通過得多 表示它的方法好 那這裡有人發現 你用沒有Merch Control 就讓它自然狀態走的 是可以 正在流量是2400每小時 我如果沒有做任何控制的話 它可以通過1300走 1400左右 然後用傳統的那個 Late Merch的話 那個是定時控制 Late Merch的話 可以通過1500 那用我們所謂的 我們Model研究的是 可以到1700 一小時差不多 差兩百步左右 兩百步 三百步也不少 兩百步的話 一步測多少公尺 三公尺是吧 三到四公尺對不對 四公尺 四公尺 我講是FIT 四公尺的話 四公尺所以 兩百步車多少 只有800公尺 對不對 所以 就說大概差的 舒服存量不大 可是 兩百步車 也夠Delay了 Q在裡面 當然這是一個 Experimental結果 這個我們是真正做實際 做了兩個月的 兩個月就實際測試這樣 第一個禮拜效果是差不多 沒有不好 從第二禮拜效果才好的 因為這個Message很重要 也很清楚 像我開前面這幾個PowerPoint一樣 跟你講很清楚 什麼地方要改變Late 你要改變Late 之前你還要給那Warning說 請注意 OK 後面多少公尺以後 我們開始要是試控制 一定要給Driver 先個Warning這樣子 這是可以比較速度的 在Average Speed的情況之下 用那個沒有 沒有Merge控制 沒有Merge控制 就是讓它自然狀態走的 All the new的話 它每個Link的速度的差異 這是最上游 這是最靠近那個 那個 施工替代 可是不是施工地帶那一段 你知道 進到施工地帶裡面 就不會堵了 對不對 堵在什麼 堵是在施工地帶之前 跟你隧道一樣 隧道口前不會堵 隧道裡面不會堵 對不對 車進點以後就不會堵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這個速度的話 還是有 有 有控制的情況 這個速度會比較快 我們的Late 我們的Merging Control的話 速度比較快 在這2,400 2,400 平均本來是兩個車道 兩個車道是1,200 1,200個車道 可是你出去堵了一個車道以後 出去只剩下 剩下一個車道 所以一定會有Q產生存在 這個很重要是 Speed Variations Speed and Air Variance 這個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因為你 你車 你就 Simulation是一樣 你很多車過來 車的速度並不是uniform的 尤其在那個有堵車的地方 它一定有的快也的慢 停等 所以你要看車速的變化 這裡很重要一點為什麼 因為你車速的變化 越 越多的話表示怎麼樣 越多車 Stop and go Stop and go 越容易造成什麼 車禍 車的速度越平均 你像高速公路來講說 為什麼沒有車禍 如果大家速度都一模一樣 我上去跟機器人一樣 跟機器車一樣 每部車的固定速度 你再怎麼靠近 也不會有車禍 問題就是有的快 有的慢 有的快的慢 快的時候 開太快就要踩煞車 等一下慢以後追車 才會造成車禍 這個叫Speed Variance 所以你看那個地方 是不是有危險性 駕駛能行為好不好 這個路段容易造成車禍 除了我們幾何設計的因素以外 跟這個地方的 Driving Population有關 你怎麼知道這個地方 Driving Population 是不是會造成車禍呢 你就可以在路邊 Major每部車的速度 如果車的速度都很平均的話 通常不是有車禍 比較不會有車禍 如果這裡的車速度不平均 比如說這地方住的 也有老齡人跟我一樣的 也有像你們年輕人 那種的 開車開很快的 那個地方就很容易有車禍 一下快一下慢對不對 如果這個都是退休的community 大家都開車很容易 他給你定70公里 他就可以開60公里 這種的話 不會有車禍 就是Speed Variance 所以我們在Check 這個地方會不會有危險的 所以Check Speed Variance 一樣你那個地方大陸也一樣 你看地方大陸 如果在路段中間放個偵測器 你可以偵測那個車流 一步步車流的速度的話 就知道說它的Virance 不是Speed Virance都大 造成問題 所以高速公里的車速度開快 不代表是容易發生車禍 高速公里面 是速度的Virance變化大 才是容易發生車禍 當然速度都很慢的時候 Speed的Virance一定很小 對不對 你如果像台北市的道路 你速度的變化會不會很大 不會啊 因為路都很堵啊 你最快也不過開個什麼 十幾公里 二十公里 Virance當然很小了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統計是要做什麼樣子 就是我們來看你有沒有 真 什麼 Improve Traffic Safety 有沒有改善交通安全措施 你的控制結果 如果造成這個車流 Speed的Virance減小的話 你就可以說 我會改善你的交通安全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辦法去做 做那個評估說 我到底車禍有沒有增加 我們做兩個一個車禍都沒有啊 你不能說我 我對車禍有沒有改善啊 你不能去create個車禍啊 因為車禍就是 有時候該來就來 該不來該來就來啊 對不對 所以你怎麼樣去majure 表示這個你要記起來 怎麼表示 你這個改進 是對交通安全有幫助 就是看到你車流的Virance 有沒有減小 OK 那前面是講 如果只是做 Merging Control 那這裡是 講到說 如果說你已經到第三階段 very congested case的話 那你當然去 我們建議你做Virable Speed Control 為什麼呢 我前面有稍微提到 就是因為你希望說 這個approaching的車子的話 即使你在open lane的話 也希望你慢下來 但通常開車的人都很自私啊 我的車子 我已經搶到這個不堵車的 沒有被關閉的車道 我都想讓你開快一點 趕快開過去 通過這個地帶 可是你很自私也沒有用 你很自私 你不然人家過來 人家還是會過來啊 還是會把你堵住啊 所以Virable Speed Limit 可能控制的意思是 大家妥協一點 你心裡稍微放慢一點 這些人在前面 他才有幾個merge進來 這是Virable Speed Limit的特性 這個系統能夠實施 好不好的關鍵在於 大家可以互相讓一點 這是在那個 我們講 work zone或車禍情況的需要 那我以前在什麼地方 腳忘記了 就是如果不是這個車禍情況之下 也是可以做Virable Speed Control 如果這個地方有很多 剛好上雜道很多車 merge 或是這裡有很多車 可是有Land Drop的情況 那就從線性的擁擠 也會造成這種現象 車開得很快 到這邊忽然慢下來 大家就Q過去了 所以我們的實驗就證明說 某些合理的情況 你事實上把速度降慢 你的旅行時間還更少 因為你不用在那邊停下來 這個我們有機會 後面的課有機會 要把那個詳細的數學模式 介紹給各位 因為這個課本來是要錄影 可是要遷就大家在上課 所以我就避免一下子 介紹很多數學equation 讓你們到時候回去 眼睛痛或頭腦壞掉 太麻煩了 所以我像這個就沒有什麼數學equation 在裡面 等一下後面就很多數學equation Balance 一下 OK 這個 key feature 這主要特性的 propose的VSL system的話 就是 the purpose 是怎麼樣 目的是配合我們的 merging control 然後的目的是兩個 一個 maximum throughput 能夠在同個時間內 讓更多的車子可以通過 同時呢 希望 減少這裡面的那個 accident 就是減少那個 speed of variance 這是兩個目的在裡面 然後你需要產生什麼呢 你這個速度如果上游的速度是 車子open來是60mph 這裡 可能只有到25mph 這裡到底多少是要算出來的 最理想速度多少 如果這裡是25 30 速度的話 那從60到25 30怎麼辦 你不能夠 你看60到25 那馬上轉動 shock wave 所以你一定要怎麼樣 算出說 它在哪個地方 要減少多少速度 才可以讓車子很smoothing的走 這裡我主要沒有秀model 因為我要放在後面 再講這個model怎麼做 可是你可以想像從65 就是控制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大家都聽我的話 我跟你講 你從這裡60 然後我給你告訴你 到這一段你要減低成50 到這一段你可能要減低成40 到這一段減低成35 你通通照我的話的話 你車子就可以65 45 35 從這裡35過去 過去以後開始變成55 60 車子就不用停下來 大家都可以維持一個什麼 slow down 但是不用stop condition 那你不聽我的話 現在像這種 像這個四個車道 多兩個時候一定怎麼樣 65 55 25 10 停住了 因為你大家都躲過來就停住了 所以這個就是個compromise process 那你要給人家知道說 你從60 有偵測器載嘛 60到35 這裡要算個目標 目標最好的速度多少 那要根據這裡的整個流量 你還剩下多少capacity 可以算出來說 你最低要最好 最好的速度多少 所以根據你出口最好的速度 跟入口最高的速度 加上車子減速的一個 車子減速要有時間 你不能很短距離 叫我從50減到20 可以決定中間要分幾段 分幾段 然後每一段 它應該減的速度多少 然後像我們實驗第一個禮拜很差 第二個禮拜大家就知道 我們也知道了 什麼意思呢 我們也知道說你這裡 希望我車流真的減到 比如是65 我希望這裡車流減到40 那我會跟你講說 請你減到35 因為你說35大家會開40 我們真正model 比如說我們真正model 所以我算出來說 這個從這裡經過100公尺以後 這個速度我希望從65降到45 45降到 再100公尺降到35 可是driver每個人都會這樣講 你叫我45我就開超快點開50 所以你要把它的反應 take into account 否則呢 都會比你預期的高 很不幸的在這種地方 很敏感的 其他地方高速公司無所謂 在這種work zone 你的capacity有限 很敏感 所以第一個禮拜我們很失敗 因為就是 我們真的要40 我就跟你講說 請你抓不到40 可是70%到 沒有超過80% 70%到80%之間的人 都是你抓不到40 都想 我塞稍微快點 45就好了 不要50 可是它不會低於40 也不剛好是 一定比你要求快 所以這樣一結果出來的話 arriving的rate 還是大於我們真正model 這個地方你大於model 大一點點 車就drop下來 所以第一個禮拜是失敗的 我們第二禮拜以後知道了 那drive也開始學到了 學到了 所以在model裡面 就要take into account 你永遠Display 比如說我Display是 叫大家開40 然後偵測器秀出來 你叫40的時候 大家實際上開50 所以你回去再重新算 這個速度是動態調整的 你可以 在什麼地方 放那個變速 那是固定的 這有寫 VS1 2 3 這是固定的location 可是這裡面 要Display的速度是動態的 所以我們每次 有偵測器在一個地方 這個偵測器 30 1 2 5 這偵測器 這個是真正實施的路段 如果我希望這裡是 drop到40 那我跟driver講45 他可能drop的是 42、34 這些比較不聽話 比較聽話的drop叫40 然後你根據偵測器的結果 發現我drop 我叫他開45 你們剛剛還是開50 你feedback的資料回來 我下次重新算Display速度的時候 就要考慮 人家不聽你的話 就加了factor在裡面 所以我下次就會把 要drop的速度 本來45變成35了 所以這是一個動態 跟driver在對抗的過程裡面 那慢慢會達到什麼 平衡 慢慢會達到平衡 他發現我開快也沒有用 好 我就聽你的試試看 就差不多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 這個系統就慢慢平衡下來 到後來最後我們就發現說 我們要40的話 大家就差不多在那個速度上下 因為這個擁擠路段 快也快不到哪裡去 就發現 他配合你的時候 你就有效果出來了 你有效果出來的時候 driver就怎麼樣 就更願意配合你 這個是Catch 22的 就是中文講什麼 集成蛋蛋生機的問題 一樣的意思 所以有時候我說 你們在評估個系統的時候 一定要給他一點學習的時間 事先一定要給driver Driven population 一些宣導 像國父一樣 事情要跟大家宣導 我要什麼策略 然後實際實施的時候 在空間上也要提早給driver 一個 warning 一個 warning 然後他們才 prepare 去接受你 那之後還有 dynamic change 系統一定要經過學習 不要第一天失敗就放棄了 就覺得很沒有效 然後媒體一罵的話更灰心了 就不敢做了 我這裡給你看 Adjusting the state of display the optimal speed limit Based on the detected speed the distribution of flow rate 你要算出來一回事 然後根據driver的情況改變 而且driver的情況也會改變 他禮拜上班時間 他比較不會follow你 因為有時候很趕 下班時間他好像比較耐心follow你 Different time of day 這個Monday跟Friday 有時候不太一樣 我沒有修個model出來 但是model基本上怎麼樣 Formation是什麼 Traffic density and speed as a system state variable 就跟我們做 前面講的控制一樣 每個控制 高速公路的控制一樣 你的高速公路狀態的變速是什麼 Density跟speed 那你這個 Walkstone也是一個highway Haze freeway 那每個segment 你要知道每個segment裡面 的湧起的情況 還是它什麼 Density跟speed 對不對 然後你要算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我到底要算的 可變速度是要 是要跟那個 速限的比例多少 我本來是速限60 我降低0.8 降低0.7 降低0.6 就是你要算 Density variable 這個是個Longing的關係 廢線性的關係 Flow rate 跟那個 要把它改變成線性就對了 這個 這個只是說 你要去 去 去算出這個 密度流量 和speed 跟傳統的 沒有堵車情況的 車流關係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個 這個什麼意思呢 這是在講說 你要叫人家減低速度 你要考慮什麼 考慮 考慮車子的特性 還有人的反應時間 我前面有看到你 我有寫出來 有看出你 放多少個 可變速度的標誌 告訴大家 你放這個距離 放太近 放太近 要考慮人的反應時間 在某個速度的反應時間 還有車子的反應 需要的距離 所以要考慮這個安全性 否則的話 你很快馬上就降到一個很大的速度 那樣反正 反而會造成危險 所以那個speed boundary 一定有一個什麼 一定有一個 constraint在裡面 還有你降速度也是通常 我們就以5mph 最小就要5mph 或10mph 我也不要這樣 你不要降人家說 你降個7mph 降個12mph 降個15公里 降個12公里 這impossible去follow 所以你要看車子的特性 跟看安全特性 來決定你的space要放多遠 所以通常研究上就想說 就有個問題就是 我從這個bottner 如果四個車道 督兩個車道 你可以算什麼 假設我do nothing 我什麼都不做的時候 他cue會多長 這cue的長度就是什麼 影響範圍 對不對 就影響範圍 你控制的時候 就是要從什麼 最長的cue那個 開始到 當你的控制影響範圍 那下面就是 我在這個影響範圍裡面 我到底要放幾個偵測器 這第二個issue 你不能說我每個到處都放 到處都放 我最討厭人家 放一道個硬體 而且沒有用過浪費時間 所以你有最佳的距離 放多少個硬體的偵測器 得到資料 放偵測器的地方就是 你什麼 放可變號制的地方 VSO的地方 所以一樣的意思就是說 我到底要容許這個速度 有幾次的變動 能少變動就少變動 沒有必要變動的時候 必要變動 但是這個看 關鍵在哪邊 關鍵你進來車流速度 跟你最後要讓它出去的速度 差距有多大 如果四個車道只關一個車道 你控制好的話 速度可以不用Drop太多 不用Drop太多的時候 你可能只要變動一次就夠了 所以關鍵是在 in-flow off-flow的差別這樣 這個當然可以用tri-narrow approach 但是理論上 你就基本上可以用我 昨天前天教的那個 高速公路那幾個 equation middle equation speed equation 也是一個second segment 來算出來的 這只是一個結果來秀給你看說 這樣的實施有什麼差別 Distribution of detect speeds 他是講說 如果 可以看出來 這是幾個link 上有一個link 你看 他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沒有控制的時候 沒有控制的時候 這個車流 每個link的速度變化比較大 這裡你看這個 高高低 然後一下Drop這麼低 然後這裡 到這裡這麼高 啪啪Drop這麼低 一下Drop這麼低 可是 上有很遠的link 但是沒有影響 因為link速度還很快 所以上個link速度還很快 可是靠近 那個施工區的link的話 速度會Drop很多 你兩個比較可以看出來 這個黑線是怎麼樣 沒有控制的話 就高高低 就Drop很嚴重 那有控制的話 就比較Smooth這樣子 比較Smooth 那這個紅的也是比較Smooth 當然這個控制 還沒有控制到很好的情況之下 就相對起來 有控制更沒控制 每個link速度 變化比較不會那麼大 這是一個優點 但是也沒辦法避免 速度不會變化還是很難 因為開車人通常它是 不是uniform的 是有變化的 另外一個是在看 Walks on a smooth foot 就是說你這個是有 可變速度控制 VS有控制在裡面 這是沒有控制在裡面 你開始還小一點為什麼 開始流量低的時候還小一點 表示你把它做 你給我做那個 這個你看 各位稍微看一下這個 你這個有沒有問題 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開始這個 你做可變速度的 產生的Smooth Foot 就是說 反而比那個沒有做來的 來的什麼 來的D 這一點啊 這不是誤差 你覺得合理嗎 你覺得合理嗎 實際上是對了 為什麼 因為流量很低嘛 流量很低的時候 其實我不用減低速度 我本來就很容易 來通過 你叫我減低速度 結果反而 並沒有幫助 並沒有幫助 但是也沒有很影響 可是你看 這個差距縮小 當流量高到 3000的時候 這個Smooth Foot的增加 Smooth Foot的指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剛才講過 就是多少部車 從那個 每一小時多少部車 從出口出來的 就增加一次增加 增加到 又抓不下來為什麼 為什麼抓不下來 你看到4500的時候 又抓不下來 兩個躲在一起了 有到你嗎 為什麼會增加 又抓不下來呢 這個是沒有控制的時候 就告訴你說 流量低的時候 在很低的時候 沒有必要做速性管制 速性管制 速性管制就是 大家也不聽你的了 真的聽你的 反而浪費 然後流量越高的時候 這個速性適當的 適當的控制速性 會有效果 你以國五來看的話 國五那個隧道 如果流量低的時候 你可以做速性管制 真的沒有用 你如果合理的速性管制 可以減少那個 隧道之前的Q 的堵車 然後讓車子更容易 更多的車更容易 進去隧道裡面的話 它的Smooth Foot應該會增加 大很大的時候 就不會增加了 為什麼很大很大 都沒有用 都堵在那邊啊 對不對 如果真的超過那個 一個capacity之後 你再怎麼管制都沒有用啊 它已經saturated 所以到後來 兩個應該會一樣多 這表示什麼 這時候車子已經怎麼樣 都已經stop很夠很堵的情況 所以我們的控制管制 與否就有個空間 通常這表示什麼 表示說我這個道路的capacity 還沒有被充分應用的情況之下 我管制才有用啊 我控制才有用啊 我控制才有用啊 跟我們紅綠燈的控制一樣 紅綠燈控制 你有pre-time控制 你有動態控制 動態控制 動態控制 為什麼要動態呢 動態就是避免說 你這裡有綠燈沒有車子 對不對 如果你發現你說上班見風時間 只要給綠燈 綠燈時間都是滿滿的車子在通過 這個時候 你用那個動態控制有什麼用 你用什麼最新的 什麼智慧型動態控制 會不會有用 沒有用啊 那個到時候只是分配 紅綠燈比例大小而已 因為你只要給綠燈 都滿滿車子在通過 表示你沒有多餘的capacity 所以dynamic的意思 就是要多餘的capacity 這個也是一樣 你到一個流氧大的時候 越大的時候 你可變速度可變的範圍沒有差啦 你怎麼變我也是一樣 那個沒有空間給你用 那個時候就沒有必要做可變速度 所以記得有時候控制是一定 只要有控制一定要兩個重的 一定要什麼時候開始控制 什麼時候關 我們叫activate 或 deactivate 一定要記住 沒有一個控制可以放在那邊 然後從白天走到晚上 那就不是控制了 所以這個觀念要記得 常常有些控制車被濫用 只要你有控制 一定要啟動時間 關時間 一定要算出來 什麼時候啟動 跟我們紅綠燈一樣 晚上沒有車 你就被紅綠燈 就黃閃就夠了 這個avage speed 你在看的話 在流氧低的時候 你給它做速限控制 你的速度當然會受到影響 可是流氧差不多在這一點 你看也差不多這一點 3000 超過範圍以後 我實際上平均速度 平均速度是整個控制範圍的平均速度 不是某個segment 實際上 你叫我大家降低速度 我真的平均速度還不會降低 差不多3000這一點 差不多在這一點左右 你叫大家降低控制速度 結果你的平均速度還是比較高一點 跟到最後大家都一樣 到飽和狀態 大家你死我死 大家都是沒有什麼好爭執 都在情況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一直在流行 在講說 尖峰時間的一些局部擁擠路段 大家不要開太快 大家都開慢一點的話 合理的速度的話 反而會快一點 你不要大家幾筆快 結果那邊通通停在那邊 你看我們那個地方道路也是一樣 這邊綠燈一開始 然後後面綠燈還沒開始 你那個offset沒有調好 你開始你車秀開很快 沒有 開很快到那裡 你就停在那邊 還不如大家不要急慢慢開 按照速度開 到那邊剛好可以接到綠燈 等一個綠燼號子一樣 這個是要養成 你如果控制好 會養成driver開車的好習慣 這是speed variation 以後你真的用的時候 這個用variance 不要說variation 不太好 因為有variance 這是韓國學生做的 variance 你可以發現說 有speed的控制的話 它variance會比較小 大部分也可以 低流量的時候 沒什麼好效果 高流量的時候 越高效果就比較好 是比沒有控制的variance 小一點 number stop 就是要停多少次 平均要停多少次 你就發現你有控制的車 我雖然速度很smooth慢下來 可是呢 我不用說停等 停等很多 這個就是一個difference 這個四個呢 你可以記起來 就是你在評估 這樣的交通控制系統 有沒有效好不好 的一個指標 所以你用錯指標 常常就是自我感覺良好 就會這樣子 這個是一個標準的指標 舒服服的不一定work zone 你就過年春節時間 你才能高速公路的控制 也是一樣可以用這四個舒服 做個標準 這個是安全的標準 這兩個是效率的標準 這個是driver的感覺 因為driver 你可能時間 速度是比較慢的 平均速度並沒有慢 可是你就常常發現 你聽等聽等的話 你就會引起它impatient 這個是一個控制的 不是控制 就是評估的一個指標 那這個後面講的意思就是說 這兩個都有用 可是我就是combine這個 可變速度控制 就是跟我前面的merge控制 來一起用 目的是希望 使它更有效率這樣 一個是從行為上 我希望你merge 那一個是創造一個 你比較容易merge的環境 能夠merge這兩個在一起 So how to best operate the DRM and the VSL under various congestive work zone condition to maximize the compute effectiveness OK 那這個基本邏輯就是 用VSL去減低 減低這個open lane的車速 然後創造什麼 創造它close lane 可以比較容易換車道的空間 這個click issue 這兩個控制目標有沒有一致 你在那個VSL裡面要控制的是 速度要uniform minimum variance maximum throughput 跟那個 兩個控制目標有沒有衝突 因為你有兩個控制的 系統合在一起的話 要注意它控制目標有沒有衝突 然後有沒有什麼 衝突的因素放在裡面 會影響到系統的operation 你要注意看看 另外一個是 這兩個是兩個 兩個要先實施 先DLM還是VSL 是兩個同時實施 就是你動態merge跟VSL 是要同時實施 還是說 先實施merge control 再實施speed control 這是應用上有個 優先順序的關係 這只是一個 系統運作flow chart 因為我們這個是真正系統 不是只是寫paper 所以真正寫軟體的時候 也寫出它 使用的flow chart operation 這樣子 這個是input 計算這個 maximum Q length 因為你要知道控制範圍多大 因為你真的實做的時候 一定要知道說 我要上有要放多遠 才是我控制範圍 控制範圍決定 要有多少組偵測器 知道速度 因為這種環境裡面 就像高速路一樣 我控制範圍一定要有偵測器 我才知道 到底我控制的車子 有沒有照我控制的方向 複數的 因為人不可能在路邊看 所以我把那個資料Sensor 送到我研究室裡面的 控制電腦上 才可以知道說 到底我控制好不好 然後set the initial speed boundary 就速度一定會在最高最低 在什麼範圍內 locate PCMS portable 就是可移動性的可變號子 變成VSL的trailer 這個是因為 這個都是Mobile Sensor 都是可以移動的Sensor 這個實驗 而且這種施工區不是永遠的 所以你不用 不是用固定的Sensor 都是帶路邊走Sensor 這種Sensor 通常都是放在一個trailer上面 然後用那個太陽能 或是用那個無線的 來做傳輸的 然後initialize the PCMS 跟BSMS 就是你開始 我就說你 你今天是9點鐘開始控制 你8點半可能就放在那裡 8點半放在那裡的時候 你就要先把系統亮起來 給大家跟車友安排 給我一個緩衝時間 跟你做Simulation也是一樣 前面有一段Simulation緩衝時間 後面有一段緩衝時間 不叫緩衝還要叫什麼 軟身的時間 可以讓車友知道 你又要開始控制了 這個時間上要給它緩衝時間 軟身時間 空間上也要給它緩衝時間 這是我控制範圍 我在控制範圍上游 0.5米 我記得我們是0.5米 這個沒有完全的標準 可是上游 多少公里 就是讓車流速度 在很快速度的情況下 看到你的Message 它知道反應時間 足夠反應時間 讓它知道說 下面多少距離的時候 就有人開始要控制你了 然後這裡講 Update speed boundary 就是 Change to cooperate with DM control Determinate based on the threshold of state and location 就是你三省裡面的東西 算出來真正的速度 然後Display這樣 後面就表示動態一直在 在巡迴再走 每次要Check 我真正的Q 實際的Q length 實際等候長度 實際的那個造成 控制的Q長度 沒有超過你的Maximum Q長度 因為我前面不是假設 算一個最長Maximum Q長度嗎 你如果這個沒算好的話 那個沒有控制好 真的車會堵超過你的控制範圍 超過你的控制範圍 你就完蛋了 你就完全不知道怎麼來了 因為超過你控制範圍的時候 如果車子堵在那邊 那你就不知道 Input flow多少 所以你的Maximum 你控制範圍一定要大於什麼 你的Maximum Q length 一定要大於你真正的Q length 否則你的Q是 比如說Q是1000公尺 你的範圍只弄到500公尺 那500到1000之間 你通通不知道 車都停在那邊 你一停就不知道前面到底Q長多長 你懂我意思沒有 就是說你的偵測器範圍 如果小於你的Q長度的話 Q超過你偵測器 你就不知道他Q多長 可能Q1000 Q2000 一直Q下去 你怎麼控制都不曉得 所以你的Maximum control boundary 一定要搞清楚 一定有一個要放在很上游的地方 上游的地方 表示那個地方的車進來是什麼 是沒有被堵的情況 跟我們做那個Signal control一樣 你Q detector 放得太近的話 那已經超過你偵測器範圍 detector範圍 你也不知道Q多長 你只知道超過而已 那一直用Flow rate 的Density來 來Estimate 這個每個路段裡面 這個路段 在控制範圍的路段 你又切成好幾段路段 切的大小 是要怎麼樣 切的大小就是 你要放可變耗製這個距離 你要這個切的大小 要足夠的長度 讓車子可以變換速度 因為你比如說切出來 你會這個範圍裡面 會讓速度從60變到40 要降低20mine的話 它需要多長的距離 你不能短於那個距離 短於距離人家要照你的意見去 減速也沒辦法減速 所以這個地方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minimum的distance 需要滿足的 所以有時候你做實際問題的時候 就會發現很多constraint 需要去滿足的 不是那個理想化的狀況 OK 現在比較一下說 如果把DLM Dynamic Late Merge 跟Variable Speed 的Limit兩個 Combine在一起 還有用我們最新的 Dynamic Late Merge Control的 approach有什麼差別 這是我們當時實證 真的有 Simulation跟實證 Milisoda的 Approach Milisoda的一個動態 Late Merge Approach 這個情況只可以通到1300 限制 然後我們的 DLM到1700 我們的 DLM加上Variable Speed Limit Control 可以到1869 所以你發現說 你有加上可變速度的控制 在同樣的情況之下 多了多少 一小時多了將近 一百四 一百五十部車子 可以多通過一百五十部車子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 叫open lane的 大家把速度慢下來的時候 速度慢下來的時候 大家都提供了 比較好的空間 去換車道 換得比較快一點 車子也不用整個堵住 所以這個是沒有什麼好講的 因為它這個是比較傳統的 舊 approach 我想這兩個比較新的 approach 一般只有這個 approach 這個是再加上可變速度控制以後 可以增加了 像一百多部的車子 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可是在一個 已經在施工地帶 它的capacity 已經減少的情況之下 一百兩百都是很可觀的數字 那這集看到這個速度的變化 這個速度變化的話 你有用速限控制的話 實際上叫大家降低速度 它並沒有使你速度變慢 上游的最遠的地方 當然沒有什麼影響 最遠的地方速度很快 最上面的link沒有什麼影響 越靠近施工區的話 它是不會 你叫它慢下來 它也不會慢得更差 稍微差一點也不會比 真的來講速度並沒有影響 所以這個用VSL 叫人家降低速度 並沒有真正reduce這個平均速度 所以你不要擔心 叫你降低速度的結果 你就會花更多時間才通過 為什麼 因為在reclined congestion 像高速公路也一定有一些瓶頸地帶 並沒有什麼事情 就是因為上閘道某個時間 車子特別多 造成了瓶頸這種情況 這種情況事實上 你要為這樣子去擴建 很不值得 因為它一個小時 一天只有一個小時會這樣堵而已 你為局部性的擁擠 去擴建那個 用supply side去擴建 花了幾千萬幾億 那實際上不值得 所以有時候事實上 一些砸道移控而配合 這種可變輸入的控制 事實上就可以減少 到某個程度的擁擠 那個擁擠會在一個 可接受的範圍就夠了 不要動不動的東西 擴建 然後造成擴建的結果 只為了一兩個小時 其他時間都是overcapacity 你可以看到其實很多地方都有現象 這個是在 這個圖畫得不太好 可是基本上它在秀說 這個藍線是這個什麼 車子來的pattern 他們vary upstream的volume 就是最上游 所以時間的volume 你看高高低低的volume 其他這個代表不同link的流量 基本上要表現給你說 比照這兩個圖看出來說 同樣的線 同樣是粉紅色的線 這個沒有variable speed limit control 的情況之下 這個速度變化比較大 這個速度變化比較平穩 這樣的意思 有數字秀出來說 讓在同一點的話 變化從48 41 42 這裡只有38 30 速度變化比較平穩的意思 這個取得sample不太好 因為smitation output很多 取得sample不太好 那這裡是可以看出來是說 這是很重要的指標 你在施工地帶我講過 本來說我的施工區的控制 都是為了達到什麼 安全為目的 犧牲的效率這樣子 可是 所以在很多州 它規定尖峰時間不准施工 很多地方我們 後來我們就發現 所以尖峰時間覺得會堵車 所以我們就慢一點出發 結果發現 你 非見封時間走 反而倒霉 非見封時間 它就開始在施工了 開始把車道 像我們在 DC長安胖這種現象 見封時間 大家車很多 它都不敢施工 因為它衝撲突面 它就把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三角叫什麼 中文怎麼講 cone 那個 三角追這種cone 通通擺開 九點半一過 通通擺回來了 幫你佔一個車 佔兩個車道 結果你發現 你要躲開 尖峰時間 反而更堵 唯一在什麼地方 它就是說你尖峰時間 它要避免 你有車禍 所以避免 為了安全起見 它避免speed variance variation 這樣子 所以施工地帶 它是不重視這個 efficiency 那我們看這個圖來看的話 Speed of variance over the upstream segment 這個是最上游的segment來看的話 它有DLM控制的話 和DLM加上VSA的話 它平均的變化 variance比較小 這個是剛開始沒什麼差別 到後來 時間一直 剛開始 剛開始 你有控制 大家不禁的follow 你還沒那麼好 到這個 將近15分鐘 20分鐘以後 這個 慢慢的 你這個有控制的結果 有發現就變小 超過半小時以後 有控制了 有DLM跟VSA的控制的結果 這個速度的變化 就是速度的變化 比較小 比較平穩 當然還是有變化 這兩個相對起來 這個就是 經過半小時以後 的控制以後 這個flow 這個車流的 速度的差異變化 越來越小 表示比較平穩的狀態 那這個是沒有 可變速度控制的情況 它這個變化比較大 那這個表示什麼 表示你的控制 已經有達到某程度的效果 來減低 車跟車之間 速度差的變化 車跟車之間 速度差的變化 是造成車禍的 最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個就是什麼 牽絕鏈 改變變換車道 是第二個原因 OK In summary 因為一般很少講work zone 所以我只是 給各位提到 work zone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安全的來源 因為我們現在 高速控制也好 那個什麼ITS也好 我跟各位也報告過 像ITS沒有賣點 ITS的賣點就是安全 你像汽車裡面 裝了一些ITS系統也好 高速控制也好 加速控制也好 加速路口控制也好 能夠跟國會 弄到很多錢來實施的 都是因為我們改進交通安全的 他純粹說改進砍加訓 沒有什麼賣點 因為砍加訓大家已經受夠了 也沒有什麼辦法再不忍受了 可是安全是唯一可以 可以向政府拿到很多錢的 除了台灣以外 台灣好像安全不太拿到錢 做那個顧問公司發現 安全好像沒有什麼錢可以拿吧 很少的項目 我知道 因為很少人去跟政府打官司 說要交通安全公害賠償 打多一點的話 政府就會重視交通安全 這個一個integrate algorithm 去秀出比較能夠反應 那個time variance 所以時間變動 traffic condition 然後也產生比較多throughput 但是前面你記得說 這種控制的效果是 表示什麼 流量沒有超過到一個程度 還是可以控制的方法 如果流量太大之後 你發現我們前面塗鏽出來 前面說兩個車道超過4500 四個車道 關到兩個車道 流量超過4500的話 也沒有什麼救 也是一樣 你可能要用紅綠燈的控制方式 可是紅綠燈還沒有被完全的 沒有在食物上應用過 這樣 這裡的大概講 它做了什麼事情 這個capture work zone 的traffic property 這個地方要好好的研究 如果說高速公路局 有什麼長期的施工地帶的話 那可以跟學校單位合作 好好去錄影一下 短期施工你們都沒有辦法掌握了 長期施工的時候 就要好好掌握一下 在長期施工地帶 那裡的車流特性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通常在長期施工地帶 開車的人就會不太patient 他平常比較nice的人 到長期施工地帶 一定會比較擠車 也會堵車 每個人都會比較怎麼樣 不耐煩的在地方 變動車道搶位置之類的 那你變動車道搶位置 產生車流特性 怎麼會有車流特性呢 車流特性就是 所有的人的行為集體表現出來 結果就變成車流特性 所以那裡車流特性不一樣 車流特性不一樣 也有可能會產生車禍的情況 這是一個很好study的機會 所以長期施工的時候 應該跟學校單位合作 學校單位應該義務幫忙才對 好好錄影起來 把那資料好好study 可以建立任何情況之下的 速度 密度 流量的關係這樣子 這個是說它產生了一個 動態的那個merging control model 跟那個optimal threshold 就是你什麼時候該做 early merge 什麼時候該做late merge 本來文獻上還有那個 高速公路的手冊裡面 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指 那個指是個定值 定值的話 事實上不能動態調整 那我們可以產生一個動態調整的定值 流量的定值這樣 然後討論怎麼樣可以做 integrate operational control 然後討論怎麼樣可以做 可以達到這個 在這個merging的範圍裡面 再增加它更多的車子 是能夠用這個VSL control方式 來幫助這個改進的 這個我們還沒有真的測試 就是說你真的要的sensor 可能沒有那麼多 發現很多那個真正食物單位 你算說真正影響範圍 可能是兩公里 兩公里裡面我假如是每半公里 要一個一組偵測器的話 你實上沒有 很多單位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那個地方是marble sensor 有地方沒有 所以當你沒有那麼多偵測器的時候 你怎麼辦 你不能說都不做 我只有錢給你放三台trailer 那你怎麼去去滿足它 就像我們高中的控制一樣 我沒有偵測器壞掉很多 我剩下一部分 那怎麼樣去用剩下的部分 去做你可能最佳的控制呢 這個實際上是 事務上會碰到大家的問題 另外就是我們講 我上次給你看那個powerpoint 看過 lane-based signal control 這個一般是在非常擁擠狀化 這個是很有用的 可是我就說 事實上有困難 台灣搞不好比較有機會實施 因為我們不會要你買保險的話 有真的這種 比如說 上班時間很擁擠路段 高速公路拿來擁擠路段 通勤路段有很堵的測試 你可以 每天都躲在那邊 與其讓大家 你擠我 我擠你的 擠來擠去 看誰比較勇敢的話 那不如怎麼樣 不如就真正的給他做個紅綠色的控制 OK Any questions here 市況的時候都會有一個交通維持計畫 轉嫁的廠商嗎 對 對 那我這邊是不是會把這種東西 交絕廠商做的 對我們一個標準的作業程序 有一部分是廠商做 一部分是州政府做的 廠商 有些要廠商配合的 比如說廠商配合是 影響範圍有多大 然後這個 在我們控制範圍裡面 廠商要做的是你在施工區那一部分 你要在我的範圍之內 你要配合 可是這個交通計畫維持 不是廠商的事情 我前面是那個 交通單位的事情 廠商沒有權利 廠商你哪有權利給我限制 如果廠商我要放 我一定把你怎麼樣 我是廠商 我施工只要用個車道而已 可是為了我施工方便 我最好是上個車道要把你關掉 對不對 那施工不是更方便嗎 我會施工更快嗎 那當然不行啊 所以廠商沒有權利做交通管制 懂不懂 交通管制那個是我們決定的 廠商的角度一定是 一定是 越方便越好 還有你車子不要太靠近我 會造成我工人的安全 所以這個不是廠商決定 如果讓廠商決定 廠商一定會 偏重於安全 好 比較適合這個Efficiency 所以這兩個要Balance 台灣我不曉得 因為我從來沒去看過 這個施工地區這樣 那另外的市區 好像都是講說 路段高速公路 對 Highway也不一定高速公路 那市區的也就這樣 市區其實一樣啊 其實是美國市區比較長 通常比較長 路段比較長 這個Highway 不一定是高速公路 你有剛才覺得 那種車輪的單位嗎 沒有真的把它卡通宅起來 因為你在Walk Zone的地方 你那個Signal已經不能 不能用那個Signal用了 對不對 你這個流量可怕也都不 那個地方 市區裡面通常都像車禍處理一樣 車禍處理一樣的Signal要改變 這樣子 可是沒有說 把它連結到Signal的控制去 可是真的一定有改變 真的因為你按到Output Maximum throughput 就是你Signal 的Approaching flow rate 對不對 跟我們車禍處理一樣 可是沒有真的放在裡面用 因為市區通常有兩個特色 市區的施工通常都會要你 晚上半夜去做 不然你白天做 我不知道台灣怎麼樣 一般的市區施工 那你長期施工 長期施工 像坐地鐵長期施工 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你本來就應該把那個 施工段的Maximum flow rate 當作你什麼 Signal 那一部分的Input signal 你發現沒有這樣做 常會發現那個施工地段的 紅綠燈給的不對 因為那個你照原來給的綠燈的話 根本沒有那麼多車可以用 我記得我在以前那個 有一陣子台北在施工地鐵的時候 就有那種現象 你根本給的綠燈時間 沒有那麼多車可以用 還沒有 還沒有說整個Integrate 還用這樣子 還沒有什麼問題 你們在Walk Zone的地方 就開出來小心一點 不要製造問題 也不要想要開太快 你開太快沒有用 開到那邊還是堵在那邊 應該有 高速公路應該常會換鋪路面 對不對 鋪路面或地方到鋪路面的時候 整個就會慢下來 OK 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偷懶一點 休息15分鐘 我來講這個 我要講的部分 OD estimation 因為大家比較 很難有機會 大概很難有認可跟你講 OD estimation 所以要給大家一點 概念怎麼做這樣子 OK 我們講最後的topic 這個topic是 實際上是很難的 那我是找我那個 比較早期最標準的 比較簡單的一個 model讓你知道 所以你 這要大概怎麼做 那我們講到九點鐘 決定偷懶 休息 我一直整點心理 我這個學生很愛漂亮 每次都弄一個 花花綠綠 很麻煩 這是你們學姐 最早你們就是你們 這個學姐很糟糕 她畢業寫的 paper 很好 你看她練博士班畢業 就寫了五篇 paper 都journal paper 一篇transplant research A 一篇B 你知道這都很好 journal 一篇C 一篇journal transplantation 局的年齡 還有一篇journal ITS 然後 去找到 那個教職 然後 後來為了愛情犧牲 教職就給我 quit 隨著先生去 流浪去 躲起來都不敢見我 氣死了 培養那麼久的時間 所以啊 男生要長近一點 才不會給女生 帶成負擔 他們兩個都是加大 以前男球校隊 女類是校隊 男的也是校隊 名字 因為名字 你大概不曉得 中國名字是誰吧 我現在就沒當教授 你看 多可惜啊 我在前面跟你們講說 現在美國的教授 都是被 運輸教授都是中國大陸的 今天我在接到我的 Post Doctor跟我講 他又找到一個 教授工作 在我們的George Mason 喬治梅森大學 Virginia 所以這個大概是 第26個 以清華大學畢業的學生 在美國當交通運輸的教授 看了多少個 光是清華大學畢業 整個中國大陸的畢業生 在美國當交通運輸的教授 有17個 18個 全美國的主要大學 除了MIT Berkeley 這三個學校以外 包括我們學校 都有中國大陸畢業的 在當交通運輸的教授 全美國的大學 包括我在內 來當交通運輸的教授 上台面的 換句話說 有在跟他競爭的 只剩下兩個 包括我兩個 我老的退休剩下一個 你說怎麼辦呢 他怎麼辦呢 有啊 今年又增加一個新的年輕 他是剛進去 他還沒有能力 資格跟人家 跟人家競爭 剛剛進去那個 怎麼辦呢 你們不長進怎麼辦呢 這隔幾年的話 你要學什麼 要去美國 找到學的 也是中國大陸在當教授的 你要請海外專家學者來 也是找中國大陸專家學者來 我們不是說中國大陸不好 大家 那些小老弟們都 都 還算 respect me 但是 eventually也是不一樣的 告訴你 你 我常常去中國大陸 去中國大陸的感覺 還是沒有回來台灣的感覺 像我的家一樣 一樣他們 中國大陸成長出來 他看台灣也是不太一樣 所以 我真的很擔心 所以才會回來 教這些課 你可以想像那麼大的比例嗎 十年就十年的差別 就這十年 台灣沒有人 找不到人 你們台灣的學生大人來去 你們教大陸大一大隊 台大學生大人來去 就走在台灣很好過日子這樣 要接受挑戰 你不接受挑戰 挑戰會來找你的 我們講ODSMation OK 我是看到你們這些學姐在想到 真糟糕的 他是滿聰明的 非常好的 他筆頁的紀錄 已經算非常好 有那五篇都是Jona 都是好Jona的配品 你知道嗎 這個是最 他當初配品裡面最差的一篇 最簡單的一篇 剛開始一篇 在那個TRP的上面 這ODSMation 在什麼地方 我們在想這之前 我用 你先用這個來看就好 如果這個 這個是你可以 這個你可以 major 到的流量 對不對 on ramp 下閘道 上閘道 你就可以算到流量 主線你也可以知道它的流量 主線你也可以知道它的流量 所以你任何一個系統 即使是靜態的話 我們要算ODSMation 要知道什麼 1到2 有多少部車子 對不對 然後呢 1到3 有多少部車子 3是上閘道沒有 1到4的 那另外一個上閘道 你同樣可以3到4 還有3到 後面一個單個6好了 3到6 這裡有X1到6的 對這個來講 還有5也是一個變數嘛 對不對 X5的從哪裡出來 從2出來的 X5從4出來的 還有X5到6出來的 所以這裡沒有幾個變數 1 2 3 4 5 6 7 8個變數 對不對 你可以用資料有什麼 你可以用資料是 這裡總流量你知道 所以呢 你知道X 這上個加起來 5 2加上X5 4加上X5 6 一定要等於什麼 這個總量嘛 對不對 這是一個equation嘛 對不對 所以你這裡 每一個你可以量到的地方 就是一個equation嘛 所以這裡你可以量到流量 所以一個equation 這裡可以量到流量 一個equation 這裡量到一個流量 一個equation OK 這裡量到一個流量 一個equation 這裡量到一個流量 一個equation 1 2 3 4 5 6個equation而已 你現在找到那個equation 是一樣的equation 所以你的變數怎麼樣 永遠多於什麼 你的equation 對不對 變數永遠多於equation 那可不可以解呢 有很多人說沒辦法解啊 沒辦法解 你有想辦法解啊 另外一個像回歸 我們等一下再講這個 那你這個是靜態 如果說我加一個T的話 一樣如果是時間的話 變成說T是7點鐘 7點05 看你的interview 7點05 7點06 就是變成一個動態了嘛 所以你知道有變動態以後怎麼樣 你每一個單位時間的時候 當一個時間的時候你的 變數都比你的equation還多 那你如果很多T時間的時候 那是怎麼樣 你的變數一定比equation 多很多嘛 對不對 所以怎麼樣 更難解嘛對不對 更難解 還是要解啊對不對 所以這個 這個醫學就變成這樣 可是這有什麼 就是我們 研究就是 研究就是這樣 就是說 這個問題是 unknown 這麼大一個問題 那我們研究 學很多東西的目的 在什麼地方 就是經過我們的知識 研究探討 可以把這個 unknown 把它減小而已 我們不可能怎麼樣 把 unknown都解決 所以當你學了很多 你發現我可以減少這些部分 跟我們這個解這個OD 等一下你就知道說 事實上這個 這個 feasible solution 很大 我只用很多 equation 把它減少到 unknown而已 然後我在這個裡面呢 approximate 找到一個可能的解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真正解 也是比較可能的解而已 我們所有的知識都是一樣 把一個 你不能說 因為不知道沒辦法解 我就放在那邊 那就不用研究了 研究的進步就是這樣 只是很不幸的就是說 有時候你懂得越多 學越多 你發現說 我解了很多知道出來 可是這一塊有時候會長出來 對不對 又會長出來 因為你懂得越多 你才知道 還有其他問題存在 所以有時候看你哪邊快 看你學得快 還是長得快 如果你學得很慢 就長得很快 那就放棄了 你可能就念大學畢業 就不念了 會做工去 那你如果學得快 看得快 就長得比較慢 那你就越來越有學問 越來越能寫很多東西 就是 up to your choice OK back to the point 我在講這個 這個你要怎麼去 去改變這個事實呢 減少你可以減的 你永遠沒辦法說 equation跟變數一樣多 你覺得 equation跟變數一樣多 怎麼樣 你就可以解到一個 像我們解原理方式一樣 對不對 解個exactly解掉 可是這裡有個 trick可以play 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偵測器是什麼 偵測器 我講這個volume 是怎麼樣 這個就變成是t 這是偵測器量到 我偵測器量到可以怎麼樣 可以是每一分鐘 都量到一筆資料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可以 我真的要od 我佈測要每一分鐘 我od幹什麼 我可以五分鐘od就好了 對不對 每五分鐘一個od 對不對 所以我就可以變成什麼 我量到資料 事實上 量到一筆資料 就一個equation 對不對 事實上每一分鐘一筆資料 我就一個t 所以我k只有兩個t 一個t一個當做k 我量資料那個t的話 每一分鐘為止 可是我假設 每五分鐘的od 什麼樣 是一樣的 或許我五分鐘大概 average od的話 我真的要od用以五分鐘為主 所以我需要變數那個就是什麼 就五分之一的equation 聽懂我意思沒有 因為你量的資料是 每一分鐘一筆 所以每一分鐘一筆的資料 就一個equation出來嘛 可是我真的要用的od的話 如果我也是按照一分鐘一筆的話 那我永遠我這個od的量 就變數的量 都比那個equation多很多 因為兩個照比例在增加嘛 對不對 可是我如果說 我不要一分鐘 我雖然可以量到一分鐘的資料 可是我不要每一分鐘 個od 我五分鐘再個od就好 那我的od的變數呢 我本來是應該 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四分鐘 是五組od的 我就要把它變一組就好 平均起來一組就好 那我就可以減少什麼 我那個變數的數量 可能還是比你那個 系統大的還是比你的equation多 可是我那個數量就減少了 我要解的變數就減少了 那我這個anone的空間就變小了 變小我來猜它 當然不是真的猜 數學來測試它 它可能的值 就比較容易正確了 這個是很多 這種od的測試的技巧之一 因為你實際上 當然你問我說 為什麼五分鐘沒有od 可以假設固定 那就是你的application 我可以每一分鐘od 電影有什麼用 有時候你可以用它 每四五分鐘一組od就可以 看你的purpose 基本上就是od 你說七點鐘 從新圖交流到上 到某個交流到下 那個od的話 那個是 太小 interval 對你用途可能也不大 你做simulation的話 可能也是五分鐘五分鐘一筆 或是五分鐘一筆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是 遷就你assumption之類的 那我們真的最advanced 我們在用的 也是你們那個學姐做的 說法可以 我相信是 到目前為止 是高速公路od 做動態od做得最好 我可以這樣講 不是說我們自己的paper 你去查文獻的話 在高速公路的動態od 大概是我跟我學員做的最多 大概 所有都會reference到 你們學姐做的就是 把這個input的流量 當作interval 因為 input 你可以量到那個數量 也是一個interval 因為你量到偵測器的誤差 各種因素 你量的是一個流量interval 所以出來的od 也是一個interval 這個等於是 so far 最advanced的一個做法 你們暫時不要看 那個很複雜 那equation又臭又長 但是你先把這個學會了 這個知道以後 為什麼 就是你電腦模擬用的基礎 是類似的這個方式 但是你們的電腦模擬用 比這個還簡單 還簡單的方式 他也沒跟你講 用什麼方式 錯了你也不知道 OK 所以你大概知道 什麼od的admation issue Sesame equation 那我們每次研究在什麼 我剛才講過說 你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個equation 都有一個equation 都有一個equation 所以你知道 我如果可以從系統的特性裡面 多觀察一個equation出來 就代表什麼 代表我就更豪傑對不對 所以我們研究也有說 在中間再加一個crossline的話 那我能夠在這裡 在major到流量的話 我有多一組真的可以 可以major到這個變數 跟這個變數 還有加上另外一個到這裡的變數 都會經過這個地方 然後或者在另外一組的crossline 再有個majorment 所以我的majorment 除了在上到下到之外 我在高速功能的主線中間 能夠在量到流量的時候 每個量到流量就創造怎麼樣 另外一組equation出來 對不對 你量到這個流量 這個流量代表什麼 前面的車子會經過 會後面找到地方出來的車子 所以這種系統複雜就是 你如何透過你有限的information 來增加英文叫observability 可看到的部分 那同樣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有那個 某一部分的高速用AVI資料 我AVI資料 我可能沒有辦法權限對不對 可是呢 我可以找到可能每個 某一組OD的資料 那這個就會幫助什麼 那就會幫助我的equation裡面 是不是多一些constraint 我沒有全部 我只知道說 某一個X1加上 X12加上X54 應該大於等於多少 或小於等於多少 我就多一個equation出來 除了你的其他硬體 甚至於我們有iPhone 或什麼其他資料 或那個什麼 Bus的GPS資料 可以找到OD的話 都不是complete 可是只要partial information 某一個information 可以給你這個 一組equation upper bound low bound的話 都可以像我講的話 把這個annown的部分 一直在增加 縮減那個範圍 首先我們一直在做研究 就是說 你有什麼方法 第一個 你什麼看到更多的關係 第二個 你有什麼 硬體的設備 什麼結構 可以幫我更找到資料 比如說現在如果高速公路 用雜道收費 對不對 我們在全線雜道收費 你就有這個OD資料 就完全都有了 對不對 可是還沒實施檢的話 都有了我就好 就不用算了 這個是很好的事情 如果從全線OD資料的話 可以驗證我們很多model 到底合理不合理 可是絕大部分的地方都還沒有 可是你要這個model extend到urban network 就更困難了 可是你的仿真模式 你的信心模式 都有這個model 所以都不正確 但是我說不正確的意思就是 沒有後面那個annown 那一塊還很大 但是都有某個程度的assimation 比你用猜的正確 好一點 可是到正確還差一點 為什麼你用這樣 simulation一出來的時候 你去真正的 imput的資料 都用真正的imput的資料 一simulation出來 一simulate一看 我這個link 每個link的資料 怎麼跟實際都不一樣 因為你 它simulation 就創造一組OD OD就是給路 那個車子怎麼走 這個路就按照這個走 它還是沒有辦法好 Anyway 就是讓你知道這個問題的本質 然後你相信說 有更多的資料 可看到的 可用到的 都可以幫助你 在建model的時候 增加equation 增加equation 就是減少你的uncertainty 讓你model更正確 你只有一種事故 model完全正確 你高速公路通通砸到收費 但是你現在高速公路通通砸到收費 不是好像也有一段距離不收費嗎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達到百分之百OD I'm not sure 理論上是可以 所以 so the system equation for all the estimation only from traffic count 是從哪裏 under-determined 就是你的變數 少於你的equation 這樣 一個model應該有 capability from a large scale freeware network 小的路網 還可以拆一拆 就是算出來 要去校正一下 大的路網 就變得比較困難 現在的state of art 是可以做高速公路本身 有相當程度的正確性 當然不是用我現在介紹 我這個要比我現在介紹的方法更複雜一點 我現在是可以用一個 比較簡單的了解問題的特性 雖然比較簡單也是蠻複雜的 release the commonly used assumption that 就是另外一個情況是 有時候你並不是每個高速公路的 上閘道下閘道都有偵測器 很多時候很多的道路包括美國 你如果沒有再做控制的話 高速公路的偵測器都放在哪邊 放在主線而已 我們那個中山高也是一樣 以前也都放主線而已 後來因為我們催催催 後來做新的增加以後 才開始再加在閘道上面 因為考慮做閘道餘空 如果你的主線的時候更困難 所以很多地方你用主線流量 你要反推這個OD回來 才有辦法做simulation的input 所以我們model在做的時候 又進一步考慮到 假設你沒有那麼多偵測器的時候 那就更困難了 但是很多時候你有補助的information 就像我講說 通常某些OD有怎麼樣 我們有那個偵測 不是叫什麼 AVI可以資料 或是說那個license plate 可以抓到某部分的資料 那都有點像什麼 sample information 來給你的那一組OD estimation 設立 upper bound low bound這樣子 但是實際上動態跟機態差別在哪邊呢 我前面講的 加起來等於多少 加起來等於多少 就是一個靜態的關係 靜態的關係 但實際上 它這組車子 7點的車子 要到某一個off ramp去的時候 它們可能是同時出發 可是呢 不見得同時到 不見得同時到 這是動態的關係 你假設它同時出發 同時到 是個簡化的假設 但是它同時出發 即使同時到 它中間有一段旅行時間 對不對 這個旅行時間 也不是固定的 我7點出發的旅行時間 跟7點05分出發的旅行時間 並不會一致 所以我這隊 如果說7點出發了 10分鐘會到 到這個地方 應該是7點10分的車子 就是7點出來的 可是實際上 旅行時間並不是固定的 所以我7點10分這裡 收到的車子 有可能是什麼 這邊7點出來的 有可能是 比較慢出來了 可是開得比較快 找到了 對不對 所以真的問題 複雜性在這個地方 因為車流速度的不穩定 同個時間出發點 並不會同個時間到 所以後面的車子 也可能先到 OK 我們用這個equation 我們慢一點的講 那後面不講到很複雜的equation 先把這個問題的特性 幾個重要的關係 先搞清楚 這個是基本上的一個 typical freeway 對不對 下載到上 下載到上載到 這個是控制範圍之內 進來的車子 這個merge以後的流量 這個就是一樣的 這個是代表什麼 我們可以observe到的 可以觀察到的流量 每一個主線流量 假設你有真摯器都有 可以觀察到 下來知道 上來知道 下來知道 可是我要知道說 這裡上來的 到下一個砸到 有多少 到下一個砸到多少 你做simulation的時候 事實上它有一個input function在裡面 到這個主線這裡 有多少比例往下走 這個主線有多少比例下砸到 這事實上就是個隱含的什麼 OD matrix 對不對 你知道每個地方 到這裡有多少比例下這個砸到 那你說我這個下砸到的車子 這裡下 Y3下砸到的車子 從哪邊來的 有好幾個地方都可能來 有 這裡來的 最近來的 也有更上面來的 也有從Q0來的 都有可能 所以這裡 我要怎麼去根據這個下砸到 上砸到的流量 來分辨 它從哪裡來的 然後這個主線的 U1 U2 就是我剛才講 你看U2 如果Major U2的話 給我一組什麼equation 所有後面的車子 Destination在後面的車子 都會經過什麼U2 所以等於說 你從其他地方出發 但是只要Destination在後面 加起來會進入U2 就是我U2的流量 我每一條線 都給我多一個什麼equation 這樣子 但是很不幸怎麼加都比那個 變數來的少就對了 OK 這是Nature Problem OK 通常我們切的範圍 就是跟你的偵測器有關 你偵測器太少 你沒有資料 你切了也沒有用 一直白切 這不是做Control 這是在找你那個Flow Information 我們為什麼要做Ode 我們一群的 因為常常 我們發現高速公路路段 擁擠的時候 你都很快去 這些車從哪裡來的 你從哪裡來 要到哪裡去 為什麼通通要擠在一起 那你如果知道Ode以後 你就知道說 到底它有沒有必要擠在一起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疏導它 不要組在一起 事實上開車的人並不知道 我要到這裡去 為什麼你也跟我一起來 常常覺得 我這個時間走 應該沒有什麼人 誰知道人這麼多 我每次到機場都覺得 我很早去那邊 半夜到應該沒有什麼人 可是飛機場一看 還是很多人 顯然跟你一樣的人很多 所以這個就是要透過 我們對Ode的了解 所以我很期待 我們的高速公路 趕快實在實施這個 全線那個 雜道收費 好好了解一下 那個車到底從哪邊來了 賭在哪裡 到時候你就可以控制跟它講 比如說從台北到桃園的人 你晚一點上車 你幾點再上高速公路 不要那麼早上高速公路的 你可以根據它Ode Trip 人家不同的Guidance 你要台北到高雄的 你什麼時候出發 上高速公路 過年過節 可以給大家一個Guidance 就不必大家擠在一起 現在我們不知道 大家都擠在一起 像我們國五也是一樣 你如果知道 大家什麼時候要出發 到哪裡去 就比較容易給一個information 去做一個 uniform的 一個balanced workload 這是高速公路的 因為這是高速公路的 用個example來看 我有三個找到 三個on-ramp 三個off-ramp 好了 這個是代表 從控制範圍進來的車子 控制範圍出去的車子 光這三個就好了 跟你去用手算 trian arrow 大概就很難try出來 結果是什麼樣 這是可以major到的流量 現在這樣閘道 當然這個假設 你有閘道上有偵測器 我們現在告訴公路 是不是上閘道都有偵測器 說每個都有嗎 都有work嗎 不是我work 不是說只有數字 我說真的 都是有合理的數字 其實你們很少看有沒有合理的 要看有數字就好了 有顏色就好了對不對 那也沒有人在用 沒有人在管 部長要看的時候 有顏色就好了 你們都是被我害的 因為我部長站來 我就要求我去看這些東西 你們才開始注意的 OK 這些 這是用例子來看 就是Q1K Q2K Q3K 這是可以上 每久到上找到的流量 所以我有時候 學這些很多model 都覺得說 要動作快一點 太慢了就白做了 比如說ODS 寫了好多paper 如果將來的 再過十年八年 世界的趨勢是 第一個 每個高速公司都裝砸到社會 或是手機的那個 iPhone的手機 information 大家都可以把你 track it down 那每個的ODS都知道了 算半天算幹什麼對不對 不能浪費生命 就像我們以前年輕的時候 在做很多 你知道我們年輕的電腦的時候 跟你們不一樣 是很大一台 像房子一樣的電腦 交大研究所在台北的校區 有個房間專門在放電腦 就很大一個電腦 我都還記得 然後很多卡片 卡片 一張一張卡片 今天早上放電腦 晚上再去拿 那時候我們就做了很多研究 要怎麼樣 改進那個算的速度 快一點 快點 你快沒多少 明年那個電腦又出來了 你快了幾分之幾 他比你快了好多倍 電腦運體出來 總是比你算得快 所以這個ODS management 也是這個issue 如果全線通 都是那個 那個 雜到收費的話 理論上你都有說ODS formation 你就不用這樣算了 所以 這個我就介紹給你 把那個男的都不介紹了 Hopefully 我什麼時候全線ODS formation 全線ODS 全線那個收費什麼時候 雜到全線收費 應該今年吧還是明年 明年吧 我記得是已經延後了 為了某種因素延後了 對不對 對不對 應該明年會全線收費 如果沒有繼續被抗議的話 到時候在驗證這個model 就很有意思 尤其北區最嚴重 北區 要繳費的 你給我砸到一空怎麼辦 砸到收費 我就非繳費不可 不過砸到收費看 我會不會常常壞掉就是了 OK 所以這裡有第一組equation產生了 這YIK YJK就是 下閘道的流量是從哪邊來的 自從 BIJ就是 QI Q是這個上閘道的車子 從I上閘道的車子 有多少比例會到J去 在K實驗的時候 這就是個動態 對不對 可是這是時間動態 還沒有履行時間動態 把這個語權型看懂 現在這個Lecture目的就是 把這幾個 像叫你們控制一樣 那重要的理由可以先看懂 那以後你就懂那個動態的意義 解法因為你們 數學沒有學那麼多 那比較沒關係 解呢 就顧問公司去幫你們解好了 教學會幫你們解 至少你可以看它的model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上閘道I 收到的流量 它有到J的比例有多少 因為你這個上閘道的車子 可以到什麼 可以到第一個下來 也可以到第二個下來 對不對 可以到第三個下來 所以有三個 我剛才用一個例子給你們看 然後這個是從零到接近 就是每一個就是 所以這個合起來 這個每一個下閘道的車子是什麼 比如說這個下閘道的車子 是前面的上來的車子 前面上來的車子 加起來就等於下閘道的車子 下閘道的總和是從這裡來的 所以Number of車子 Living freeway 下閘道的車子 是從前面上閘道的車子 跟這個主線車道 加起來等於它的車子 這就是proportion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 這是OD 只是把它變成什麼 比例而已 因為這個量你可以收集到的 這個量你是可以收集到的 BIJ就是你要算的變數 要算的變數 Time lag Time lag是在後面 Time不是lag Lag還是一個disposition 所以這個是 這裡還沒有到 這裡跟你講說 這時時間的區分為不同時間 還不是真的動態 因為你這些車子 你這些車子是不是同時到 你想想這個車 你像我現在講說 這個YJ是什麼樣 是從 比如說這個 是從這個 閘道上來的 還有這個閘道上來的 比例到這裡 對不對 那我寫這個equation給你看 事實上這不是完整的equation 為什麼 因為這些車子 不是同時到 加起來不能 我說K的時間 J的 這一點的 K時間的車子 從前面三個來 這個閘道上來到這裡 這個閘道大概上這裡 他們的時間不一樣 事實上 不會同時到 對不對 所以 事實上 不是同時K 我現在只是 開始給你看秀關係 在後面給你看動態的關係 這種叫什麼 就是誇哉dynamic 只是把靜態的問題 加上時間 變成好像動態 可是並沒有把動態的 真正本質方法裡面 像我們在做traffic assignment 就是到路線指派分配 也有這樣叫quasi 就是說 你把時間分成幾段 事實上並不是 真的動態 因為你沒有考慮 起氣點中間的 travel time的時間 是變動的 聽懂我這個意思有沒有 就是說這個實際上 這幾個並不是會同時間到的 等一下你修理科技就知道 但是現在這個半動態方式 跟你看 事實上這個關係 這個bij應該等一 對不對 因為你Q 你第一個找到上來的車子 照比例來講 比如說 一直到這一個 或是到Y3 或是到Y4 加起來一定比例一定等一 這個情況不等一 什麼情況不等一 什麼情況不等一 有沒有加起來不等一的 有啊 什麼情況會發生 都拆不出來 什麼情況會發生 不等一的 車禍啊 堵在那邊都不會等一的 對不對 你車泡馬不是不等一的嗎 車泡馬就停在那邊 不會出來了 有啊 沒有啊 你真的做資料 我們就發現有這個資料 車怎麼不見了 傻了很多 因為中間有些車堵在那裡 那這就是描述的意思就是說 你第一個B11 從第一個上閘道走的話 B11 B12 B14 到四個Destination去的話 那自己跟自己就沒有嘛 因為自己就自己就沒有了 自己沒有照自己做Destination 從B12到B14的比例的話 一個例子來表示 這加起來等什麼 等一嘛 車子沒有壞掉沒有跑馬 加起來等一 那這是不同time interval 所以這每一個 這個match就是你要 這個match就是你要算的 OD變數 所以instead的 講OD講OD的比例就是 比例就對了 這個乘以它 總量就是它這裡的ODmatch 所以ODmatch本質是這樣 如果是靜態就是這樣 現在是動態的 這是從起始點來看 Generations North來看 應該從Destination Off-ramp來看 這個是出發的車子 從Off-ramp來看 每一個Off-ramp 是看它接收到的車子 這是同樣一個例子 這裡跟你講說 你有這麼多equation 最多這麼多equation而已嘛 可是你變數有這麼多很多出來 沒辦法解 你就不要解 看你有什麼方式去解它 這是過去的一些 類似的研究方式 那為了減少這個變數的話 我們有的假設說 你這個K的OD 跟K加1的OD 有一個 某種關係存在 一個時間序列的關係存在 或某種correlation存在 如果這樣的話 有一個correlation存在 我就少掉好多變數了 因為 7.跟7.05這一組 有一個correlation存在 所以我只要解一組 變數 另外用一個correlation 就會產生下一組的變數 對不對 可是誰告訴你 一定有correlation 這嚴格來講 只要跟你講 7.5分的 車子的OD 跟7.10分的會有correlation 除非你有資料 我很好奇 高速公路有這個資料以後 我會跟交通部講 我物以物幫你們分析 到底有什麼關係 其實 很難講 我們做很多假設 到底合理不合理 所以有這種方式的時候 一方面減少變數 一方面你可以用 很多essimation approach 那essimation它一個可能值而已 就像我們做那個 回歸 做回歸對不對 回歸的時候 你一個equation 是over-determined 一個equation y等 a加bx 一個equation 可是呢 你有很多個y 很多x 比你的equation的變數 又多很多 那這種方法是over-determined 你要找一個值 這是under-determined 這是under-determined 也是可以類似的方式 把它找一個approximation出來 那這也是在講 這個同樣的問題 可以apply在什麼 在路口 假如你說交叉路的路口 我們也碰到同樣的問題 最早是在從研究交叉路口的 轉向比例來研究 除非你去追那個車牌 否則你可以撤的都是什麼 自己總流量多少 出來流量多少 你知道不知道 叫他路口的tending 多少部車左轉 多少部車直行 這個一樣是什麼 這是路口的OD 一樣你是 除非你放很多偵測器 左轉車道放偵測器 直行放偵測器 右轉放偵測器 你也不知道 你有沒有冒算出來 因為總量沒有問題 除非你每個閘道 左轉閘道都放偵測器 才知道多少車左轉 對不對 多少車右轉 沒有的話你知道這個 進來的車總量 就這邊的總量 這邊的總量 總量進出總量 你要算這個每一個方向的 轉向比的話 還是少掉什麼 還是沒辦法直接解出來 這是最早的ODS 從這裡出來 可是這裡面有個問題 後來就是你量到這裡的車 跟到這裡出來的 你虧性算的時候 都會算說 這裡左轉的車加 下個英特爾執行車 會等於這個 衝衝沒久到的車子 可是你都忽略到怎麼樣 這階段有個旅行時間在裡面 所以實際上它有個 時間上的差在裡面 不是直接量到的 那高速公路更嚴重了 高速公路你量到的車 跟它自己到的時間 距離更長了 所以時間有個時間差在裡面 所以它這裡講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最早在做intercession的時候 tending flow estimation 這個其實在我們這四個路口 還比較簡單 沒有問題 就是它問題產生在什麼 在歐洲那種 就是那個roundabout有沒有 你知道roundabout吧 中文怎麼講 延緩 延緩車口又不完全一樣 延緩就類似延緩一樣 延緩就很多地方 進出不是很多個嗎 可以接五六個進口 五六個出口 到底這個車從哪邊來 那個就比較複雜 就從那邊出來產生的 ODS machine issue OK 我們先看這個example 給大家看看 所以實際上 前面剛才有講的 實際上 你看前面本來的equation的話 實際上 那個I出發的車子 到J的時候會經過什麼 M的時間才會到 它不會我直接就到 所以我前面 前面剛才第一個秀 你的quation是秀說 Q上閘道的車子 乘以這個比例 乘以它比例 就等於下閘道到的車子 其實不對的 從動態關係不對 因為 它兩個不會同時K 我K時間到 在那個下閘道兩道車子 一定是什麼 上閘道 K之前多少分鐘 出發的車子才會到 對不對 因為它有個旅行時間 在這個路口分析的時候 我們把這個旅行時間縮短了 Ignore 因為假設這個 這個路口轉的時間很小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前面這個也可以 你注意看 你們有沒有看到 前面沒有這個對不對 沒有這個其實 動態來講是不對的 為什麼 我七點兩道下閘道的車子 不可能是七點鐘從上閘道出發的 一定是七點之前出發的 經過多少時間才會到 所以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修正的assumption 這樣 m是多少 你就看你的 模式的正確性 這個m 是 事實上是根據什麼 你從哪裡 從那個j跟i的距離 對不對 j跟i的距離 越大 這個m就是什麼 要越大 對不對 但是你也可以 真的合理的話 這m又是個distribution 因為即使我相差一公里 我那個m也是少到晚到的車子 我們一步步的release這個assumption來看 在做intercession 你的時候把這個忽略料沒有 那這是以前找其他這個人 在做intercession用的時候 我只是說 我們在做freeway的時候 一樣同樣的issue 今天兩道車子 是 如果 查掉了 如果 比如說我這裡是下早道的車子 我跟 直接上 前一個上早道的車子 相差如果只有一公里 旅行時間是 5分鐘的話 表示我這個 7點兩道車子 是從這裡怎麼樣 6點55來的 對不對 那我這裡 7點兩道車子 有可能是什麼 在上面的查到 是6點鐘來的 如果說每個相隔5分鐘的話 所以我這裡總共 車子有多幾個來源 我上面如果有三個閘道 三個上閘道 每個上閘道如果相距 我們簡單講10分鐘的話 我這裡能夠得到的車子 7點鐘兩道車子 其上是什麼 第一個上閘道車子 6點55來的 在上面上閘道 6點50的 在上個閘道 6點45的 這三個時間出發的車子 都會在7點鐘到達 我現在量的這個下閘道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timelag 這個m的話 跟什麼有關係 跟你這個上閘道 那個車子跟我這個目標 兩個下閘道距離的有關係 對不對 所以這個m是個變數 並不是一個靜態 並不是一個固定 但是真正來講 更詳細來講說 即使我現在是7點鐘 這裡上閘道跟我平均的速度 走出來的時間是5分鐘的話 我7點鐘 這裡的車應該是6點55出發的 可是並不是所有的車 都會一樣的速度對不對 所以它有可能是什麼 6點55出發的 也有可能6點54出發的 也有可能6點56出發了 所以它實際上是 在6點55這種單格 平均速度的話 它前後一個範圍裡面 出發的 都可能在同個時間 7點鐘到 為什麼 因為車子不是同樣速度 車子不是機器人 同樣速度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distribution 那怎麼假設這個distribution 就是比較更合理一點這樣子 那你這個distribution 上面有distribution 所以每個都不是個固定值 如果把它當固定值 如果travel time是固定的話 就比較簡單 就是跟距離有關一個距離這樣 減少很多變數這樣 所以travel time會固定的時候 一定是什麼 流量比較低 不是擁擠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假設 所以你知道這個m的話 其實會變得更複雜一點 你要合理的話 要合理的話 變得更複雜 OK 這是我們前面講的equation 這是我跟我另外一個學生 後面做一個model 就是用的eformation更多 就是用的eformation更多 這個q是 這實際上基本equation 就是上雜道車子等於q 所有的tij就是odtrip tij可以用什麼表現出來 instead of odtrip 用它的比例 來表示這樣子 OK 這個也是基本equation 我們來看那個 所以我instead of estimate 算這一部分 我實際上model要算是這個 這個bij 為什麼 這個才是annone的部分 tij就是od od履次 所有上雜道車子 就是所有od履次加起來 就等 那個 上雜道車子 用個example來看比較好看 所以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個代表total generation 從1 上雜道產生的車子 在k1 k2的時候有400 600 那4600 就是這個意思 4600 然後他 乘以他 這個b1到1 就是自己到自己 自己 他這個沒有可以好 應該自己到自己是沒有了 1到2 1到3 1到4 它的不同的destination 它有個比例 比例相乘的話 就得到什麼 就得到tij 這個就是你的od od od的值 就是這個equation 意思在這地方 那這個 事實上這個我們不知道 就是我們要去算了 這個算出來的話 這個自然就有了 告訴你說這個自然就有了 這是真的od 這是od的fraction 因為你真的懂解法之後 就發現這個比較好算 因為這個指一定是01之間 對不對 這個指一定01之間 所以你在解法的時候 這個變數你要找的值 就有個upper bound low bound constraint 這個值呢 你如果要直接解這個值呢 它也沒有upper bound low bound 沒有upper bound low bound就是0 沒有upper bound 可是我這個也有upper bound 01之間 所以在解法的時候 比較好解的時候 意思是一樣的 OK 那現在把這個 把這個變得比較合理一點 來看的話 就是說 用前面來帶 把前面的equation 再把它 這地方我講慢一點 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動態關係 要搞清楚 這個我們節目是用bij來表示的 bij表示那個這個靜態 沒有考慮它的 時間的差別 旅行時間的差別 所以我現在把它合理化 前面 你看前面一張 我們在算的時候 看我這裡說 qij 這個等於是 兩個相成就等於了 這裡面都沒有旅行時間在裡面 實際上它是有個時間差 這個 我這個destination 我這個j是 可能是2 第二下達到 第三個下達到 第四個下達到 都可以 所以j是從 12345N都可以 因為 1是可以 原因是因為 我們外面有個幫主 有一個邊界 高中的主線 就下來 就是1 J 如果沒有 它是從2開始 那它是什麼 它的流量 你得到的流量 跟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跟你的 tij 就是你的od 乘以這個od tij是t i到j的車子有多少個 tij 可是呢 我說為什麼這裡有個m呢 就是因為它這個時間 跟這個k 兩個k不會同時的 不會馬上飛就到了 靜態 你可以用個k 表示說 你上找到的車子 這等於 所有上找到的車子 加起來等於所有下找到的車子 這是什麼 這是個靜態 可是事實上 你有時間在裡面的時候 你看 我用 直接動態 這個衝動進來的車子 不會 我們 一個flow out 不會等於的 你總時間加起來是等於一顆 因為有的車進來還沒出來 對不對 記得車根本還沒出來 還沒到 所以flow in不會 在動態裡面 這個m是代表什麼 這個m它可以從0到很大 你不曉得多大 那當然有個upper boundm就是了 這個m代表是 如果是j等1的話 是代表 i等1 j等20 是代表i1到2之間的旅行時間 所以 你這個時候會到j 從i 會到j的車子的話 是在 兩個部位在同個時間k 是在k之前 k-m就是k之前 m分鐘觸發的車子 才有可能在k的時候到達j 對不對 它一定比它早觸發的車子 才可能到 所以這個m的意思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m呢 是怎麼樣 是 根據它距離不同 會有不一樣 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就是 這部分就是把tij 變成我們前面的fraction這樣子 這個是代表它 我們m也是個分配 對 這個tij比例的車子 到達off ramp j during the interval k 什麼意思呢 這是我前面講說 你這個時間出發的車子 不是同時間都會到 如果 這個時間 如果 如果車都是一致的 都是constant的話 tij 如果j 如果j當2 i當1的話 從第一個出發 到第二個ramp到的車子的話 m是constant的話 這個值會等什麼 我就不要這個總數字 我就不要這個數字 因為車子通通通不到了 對不對 我知道 我前面講過說 這也是7點鐘到的車時候 上閘道在這裡要10分鐘的話 6點50開的車子 都會7點鐘到這裡 這個時候 我的M就是10 可是我們比較真正 6點50開的車子 不是通通會同時到7點鐘到 所以我7點鐘到的車子 是從那邊出來的 有6點50出發的 多少比例的車子 會7點鐘到 還有是6點51的車子 也有某種比例會這個時候到 6點49出發車 也有某個比例會到 所以這個比例就是這個數值 所以為什麼會這樣呢 實際上是這樣子 實際上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出發這個車子 所以我今天如果說 這裡有一千步車子 我7點鐘收到一千步車子 7點50 6點50出發車子 只有800步 我這裡怎麼會有千步呢 我講車子 只有兩個OD的話 因為GDC有的是提早出發的車子 到的嘛 有的是比較晚出發的車子 又先到 所以表示說 在車子不是同進同出的情況之下 TIJ如果是 我們用剛才的例子來講 6點50分 M等於4 6點50分出發車子 不是所有的 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這個就1了 我就不要這個像了 不是所有都會 在K時間到達 所以某個比例會在K時間到達而已 當然車流穩定的時候 這個θ會怎麼樣 會很close to E 對不對 所以我說 車正常的平均速度 是10分鐘的時候 大部分車子6點50分 就會到這裡 這個比例可能很大 百分之90% 百分之95% 車流不穩定的時候 這個比例會變小 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再多加一串的ECISION 變得更複雜的意思 所以 這兩個ECISION有什麼差別 你看 這個ECISION 這個是代表比例嘛 對不對 多少比例的車 出發的時候 會到哪 接的DESINATION 這個同樣的K-M 就是說一定是 多少時間之前的 這個M值代表一個什麼 平均的速度 所造成的平均時間 可是這個時間 實際上是什麼 是平均而已 它有早有晚 所以乘以這個θK代表什麼 代表說 多少比例會在這個 這個時間會出發的而已 所以這個是CAPTURE 你的可能性性 那你現在下來的關鍵就是 這個θK代表什麼分配的 那你如果偷懶 另外一種偷懶就是 我7點鐘搬起到的車子 我這個旅行時間 平均是10分鐘的話 那我為了簡化我的算術 我可以說 它的上下變動5分鐘 變動2分鐘好了 所以我7點鐘到達的車子 一定是什麼樣 一定是上下變動2分鐘 一定是 這裡6點50或6點52 6點48 這個範圍裡面出來的車子 才會在7點鐘搬 這表示什麼 表示我限制這個旅行時間呢 變動一定在這個範圍裡面 一定8分鐘到12分鐘之類的範圍裡面 這樣我就可以把 這是一個比較簡化的formation 那如果你要 寫文章寫的漂亮點就是說 它這個上下範圍 可是不是uniform 可是可以任何一種distribution 都有可能 那就變成 那這個上下範圍多大 跟什麼有關係 跟你這個 路段的長度 這個越長的話 它的變化是不是可能越大 比如說這個 我這個是 最上游 跟我距離 5公里的地方開來的車子 那5公里的地方 它雖然同時進來 什麼時候到 這個分配就可能更大了 所以這個 Theta的變化度 跟什麼有關係 跟你車流 IJ的距離有關係 也跟什麼 交通狀況有關係 所以你把它變得很簡化的話 就可以把它當作1 表示假設從時出發 很多從時到 那你再認真一點的話 把它變成一個interval 就是說 一定會在什麼 平均分配 在某個interval之類的話 這個比例就可以 可以先給它預定出來 那你再比較合理 把它假設說 這個是一個 某種distribution 大部分人都按照 命到達 做法比例到達 又有另外一種算法 所以 那這個關係就是 把這個動態掌握到 所以這個 OD estimation也好 網路OD estimation 我們能做的範圍是什麼 把你能夠看到的 變數的關係 把它建立起來 建立這個關係出來以後 看到有多少是不知道 如果說 發現 變數太多的時候 你就把它簡化成 比如說這個地方的高速公路 通常都是 或是那個urban路 通常是不很擠 不會很擠的話 沒有stop and go 大部分車子都可以 車子從 我們講patroon嘛 這個車子同個時間出發車子 通常維持同樣的時間到 你看AVI資料就知道 你們不是有AVI資料嗎 你看那個同時間 出發AVI資料 它旅行時間是不是一樣的 你去查 絕對大部分都不一樣 是很大的分配 如果真的看 尤其尖峰時間的話 真的很尖峰時間 跟很空的時間 都會變動很大 反而是moderate 就是這種不太擠的情況之下 就是車流差不多 在level of 7cd的情況之下 它變動好像比較小 真的很擠的時候 因為stop and go stop and go 會鑽也不會鑽 平衡很大 真的半夜很不擠的時候 那個 那個警察部在free flow 每個人開的速度就差很遠 所以你去查那個AVI資料 一定是 你以為說時間出發 大家旅行時間就知道 其實不一定 差很遠 你看真正資料 差很大 到時候你就發現說 什麼是真正的平衡速度 還很難用 所以你們裝了半夜以後 發現 還是很難給出一組 很合理的預測旅行時間 原因就在這地方 那這個就dependent assume 怎麼去assume 所以我才說 其實 有真正的資料的話 很多model 可以很有意思在calibration OK 這個equation有沒有看懂 這一項看懂今天就夠了 看到就表示你知道動態的關係 有沒有看懂這個equation 你如果沒有這個知道吧 沒有這一項的話 沒有這一項是什麼意思 沒有這一項表示說 你I J是下閘道 對不對 那一定是從上閘道I 如果J是5的話 其實上閘道的車 從第一個 閘道I等1 第二個閘道I等2 第三個閘道I等3 第四個閘道I等4 的車子到 加起來 到J的就是你下閘道所有 所有兩道車子 因為你第一個可以到第5個下來 第二個可以到第5個下來 第三個可以到第5個下來對不對 就沒幾道車子嘛 就是你這個equation的意思嘛 那個M 這裡的M的話 就會變成什麼 從 從 你這個 第一個閘道I到第4個閘道I的旅行時間 就是你的M 第二個閘道I到第4個閘道I的時間 就是你的他的M M2的時間 所以M是變動是跟每個不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你 你一定是比他提早出發 才可能這個時間到 經過旅行時間才會同時到 才會同時在K的時候到達J對不對 所以沒有這一項的時候 比較單純就是這個意思 有這一項的時候表示說 嘿你同時出發沒有同時到 所以同時到的 不一定同時出發的 是有的可能 即使你 其實同樣都是 第二個閘道來的車子 到達第4個下閘道 可是他不是從時從第二早出發 有早點出發也有完全出發的 因為他早點出發很出發 速度不一樣 都有可能同時到 所以這個就是 ZIDAIDA的意思在這個地方 有這個地方在裡面 所以我們在做Model的時候 事先是這樣 先把真正的問題 可以弄得很清楚 把它寫得很詳細 然後再看看我能不能解 不能解的話 只要一步步簡化 可是你不要先簡化 你說一開始就先簡化 就像前面的Model 沒有考慮的K解M的Model 就是把動態變靜態 那解出來是完全不一樣 我記得這次還沒講 上次有用一個 靜態的雜道以控的Model 給你們看 靜態的那個系統 雜道以控Model 算出來結果是完全不對 這規劃用的 所以各位如果今天回去 後面以虧型暫時必要看 你先把這個動態關係掌握清楚 這個也會去告訴你說 我們AVI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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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制約資料 你可以看出這個 TEDAR是一個 Distribution 你做AVI資料就知道 同時觸發時間 不同時到 那個 那個旅行時間就是一個 Distribution 一個Distribution 不是一個 一個Constant的字 距離越長 那個 Distribution變得越大 叫我們下課對不對 那這裡就是我在講 可是怎麼辦呢 我剛才前面講說 這個 theta 如果是 distribution 的話 我把它當作一個 這個是個變數 就多很多變數出來 我可以從 如果有一個人開一個烏龜車的話 開很慢道 它的 m 就很大 我們這些十個人同時出發 一個人開很快 一個人開很慢 那個範圍就變數太大 如果有四個車 四個 theta 就有多四個變數出來 那我要表示這個變數 我的 model 會增加很多 很多不值的變量出來 就很困難 那你就想辦法把它減少它的變量 這是我後面的用意 就是說 那我可以假設說 基本上它會有一個 normal distribution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比如說我七點十分出發的人 可能有一百個人 這一百個人的話 平均到下游是十分鐘 可是呢 當然大家都不會多說十分鐘 可是是 follow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是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這裡是十分鐘 其他 follow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這裡可能到六分鐘 這裡可能到十五分鐘 proximate follow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那這有什麼好處 對我來講什麼好處呢 對我來講意思就是 那我如果假設 normal distribution的話 我就不會有那麼多 BI 接觸 就不會有那麼多 我就不用存很多 theta在裡面 我不好活著的話 活著的話你看 我這個範圍如果 cover是 假設說十分鐘的話 我就要多四個變數出來 可是我把它假設一個 distribution的時候 我假設 constant的話 就只有一個變數嘛 假設 constant就是一個變數 所以大家都一樣就是一個變數 我假設 normal distribution 就是有兩個變數嘛 跟 mean 跟 violence 兩個變數 所以從四個變數減少到兩個變數 減少我變數的數量 這個是動態的意義 我知道這對你們是比較辛苦一點 可是 學習去 accept這個動態了 我就跟你講說 當高速公路的全線裝OD的時候 或許我們就可以用 把這個動態觀念 就 update 到比較 advanced 去做其他的分析 你就可以分析說 到底 conjunction pattern 是什麼來的 conjunction pattern 是隨時間改變 改變那個 pattern conjunction 是哪些OD出來 可以從這裡去掌握到 很有意義的資料 所以我這裡的目的是 用 normal distribution 去 approximate travel time distribution 到底 normal distribution 合不合理呢 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真正的資料 我告訴你 我也不知道 只是說我們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常常把它假設什麼 normal distribution 因為你不假設 normal distribution 你假設哪個 我是跟你講 不normal的東西太多了 normal只有一種 這為什麼你的 simulation裡面 我們假設 driver的行為 都是normal 因為假設正當的行為 只有一種 假設不正當 像你們開車那樣 七八糟的行為 那太多種 你沒辦法去 simulate它 所以我假設 normal distribution 也可以過得去 那這個就是 只是說我知道 normal distribution以後 我就不用去算很多變數 我只要可以用它那個 用 normal distribution的 mean 跟 variance 可以算出它每一個比例 就是說 我本來是 我沒有一個 distribution以後 我必須知道 這個比例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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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mal distribution 我可以用統計的方式 算它 probability 就知道這個比例 如果這個範圍是從 7點上下5分鐘的範圍之內 那中間發了一個 normal distribution 我可以知道說 7點10分觸發的比例有多少 7點11分觸發比例多少 7點12分觸發比例有多少 這些人都會同時在 7點10分到我的 destination 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在這個不同比例觸發的車子 通通會在7點10分到 那本來我按照這不同比例的話 我model要存不同的變數 我應該不知道 那就像這個 1 2 3 4 5 6 7 8 8個變數 那我現在用一個 統計的方式 找一個 mean variance 的話 其他這個 我give it mean 跟 variance 我這都可以算出來 所以我只要兩個變數就好 這是為什麼要用 distribution 的關係 你沒有學 probability 就大概有這個觀念 就是normal distribution 就兩個變數 對不對 mean 跟 variance 這樣可以減少我的密度 ok 那我把這個換過來 你懂到這裡就不錯了 就是表示你把動態觀念掌握好 真的OD的觀念掌握出來 這樣 你在分析旅行時間的時候 預測的時候 這些觀念都會用到 還有你用那個 GPS的資料 那個AVI資料 在做旅行實驗的分析的時候 你有動態觀念就會 就會了解說 資料分析應該更詳細一點 那這裡在說什麼意思呢 所以我在BIK BIJK 這個 實際上是 如果K是一分鐘的話 我一小時下來就什麼 就有60組資料 BIJK要預測 一個I 那我事實上 可能沒辦法 沒有需要那麼多 那麼細 因為我掙扎器可能 前面講過掙扎器 每一分鐘都可以一組資料 30秒都可以一組資料 有一組資料 就有個 equation 出來 就我們剛剛加進 就個 equation 出來 可是我如果一小時的話 一分鐘就有60組資料 每一個OD就有60個變數要算 那我10組OD就600個變數要算 可是我現在如果偷懶了 假設說 我每5分鐘才一組OD就好了 5分鐘的OD都一致了 或是我這5分鐘的平均OD 那我一小時就只有12組 是OD要算而已 把它簡化12組 可是我的變數呢 給我的變數還是有什麼樣 還是有一分鐘一分鐘為主的資料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把它簡化了 假設呢 那個BIJ在一個 連續的interview裡面 5分鐘10分鐘看你的目的 是一樣的 所以取一個mean值 然後 用 把這個 本來是每一分鐘 每一個interview為主的 把它取代成一個平均值 減少我的 我的什麼 減少我的變數量而已 那這個就是把前面的那個 我本來那個θ不知道用什麼 我本來這個 本來這個是應該用 這個應該是單一單一的一個 θ那個值來表示的 現在我用一個density function 來把它換算 只要我知道mean value 知道normal distribution就可以了 你有不同的 distribution 就有不同的 不同的變數 不同的方式來算它 基本上算出它的 這個 再算這個值就對了 因為我說這個 其實讓我們不知道它會分配 到底同個時間出發的測試 它什麼時候到 它分配到達什麼樣 這個你用dependent的假設 會產生不同的方式這樣 那到最後這個就是一個 最完整的動態equation 來簡化它 這個這部分就把前面給 我們做了兩個簡化 一個 本來那個θ同時出發 甚至不一定同時間到 把它會在同時間到的 每一個比例 用這個normal distribution來算它 另外我把interval連續 你取五分鐘或十分鐘 這裡面的od 都當作同一個od 同一個相同的od 因為實際上 你可能不只 必須要知道那麼細 取average od 這樣子呢 我本來有五個 本來每分鐘一個 五分鐘有五個 我就變成五分鐘只有一個 所以用到平均式來代替 就會簡化什麼 簡化我的變數的數量 因為BIZ是你要算變數數量 這就是 一個變通的方法來取代 建立一個動態的關係 這個在講什麼 最後一個可以講完 就是讓你休息 OK 這個是 所以我高速公路如果說 這個equation的意思是說 ul是通通進來的車子 ql都是最後一個車子 最後後面 你就可以量到最後出去的車子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兩個相檢的 等後面那一項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所有的 出去od的車子 所以又要多一組 也可以印出來 就表示這個意思 就是說 你所有車都在裡面 前後segment去掉 以後就等於 所有od的車子 這樣子 那這個你可以majure到了 這個可以majure到了 這個可以majure到了 就得到所有的結果 OK OK 到此為止 你有 還沒有幾個 但還是很弄 你的變數還是比你的數量差很多 可是 到此為止 你可以發現說 我們可以建立幾個equation 建立幾組equation 一個是 上閘道的車子 每個閘道 就產生一個equation 一個閘道的車子 七點鐘 上閘道的車子 總量多少 這上閘道的車子一定是什麼 會到幾個destination去加起來 這一個equation 另外一組equation是 這個animation很麻煩 另外一個equation是 下閘道的車子 所有下閘道的車子 一定是前面所有的加上來的 一個車子 對不對 這個是主線 我可以滿久到的 這其實後面還有 後面我剛才 我前面講說 中間你如果cross section進去 我這個equation 因為這個paper是比較早期的 用到 上閘道 每個上閘道 總量 等於什麼 上閘道到每個destination的量加起來 這是一組equation 一組是很多個equation 每個下閘道 就是這個equation 每個下閘道 產生一組equation 從下閘道的車子一定是 前面上閘道 前面上閘道 在不同時間 m可能等於10 m可能等於20 不同時間到達的 這20的車子是分配在一個 normal distribution的範圍裡面 這個平均時的 是分配在一個 normal distribution 可能從6到15 這個distribution的範圍裡面 這個範圍誤差多大 dependent on 你traffic condition 多擁擠 另外還有一組是 總進總出 剩下就是 找到車子 後面我們再研究 另外有發現 有說你主線上如果 我可以在中間 major到這個流量的話 這個中間 major到流量的話 你是不是可以再產生一組equation 為什麼呢 因為我major到這個流量一定是什麼 後面這個流量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OD 以這個為Destination的車子 或到這個車子 才會經過這裡 如果在這之前的車子 下閘道的車子 就不會經過這裡 對不對 所以我能夠major到這個 主線中間某一段 就會有這裡的總流量 可以跟什麼 跟變數建立一個關係 所以就多一個可以出來 那我如果這一個流量 可以量到的話 那這一個流量的車子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 這個車 第一是Destination 是 我如果這是第二個砸大的話 這個major的流量 一定所有都是什麼 Destination在我這之後的 車子才會經過這裡 對不對 所以又多一組equation出來 所以增加這個 這個majorment 就會增加equation 你在想想看 還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增加equation 我就前面講 如果你 你已經知道 你知道說這裡是科學園區 比如說你知道這個地方 是科學園區 你知道每天 有多少人 你從這裡走 有多少 你已經知道 最少有多少人 是從台北出來的 所以表示什麼 表示你這一組的 你這個bij 或是tij的話 你知道它一定是 大於等於什麼值這樣子 對不對 就你有更多information 你就產生什麼樣 更多equation 對不對 那你更多equation的時候 你解的時候 就越靠近真正的值 所以你就去收集 你可用的資料 來減少你search 這個information 正確的範圍 那你就算了 就會比較正確 OK 我想你已經saturate 這就是 最基本的動態 OD estimation 還沒有完 這只是 最basic model 給你一個relations 那後面的研究 就會 我們陸續很多研究 後來就弄了七八篇 paper 還有其他人做的 都是在想辦法 再增加這個equation 就是說equation 可能是 本來就有的關係 我剛才講 主線如果再加上一些 因為我們偵測器多 主線可以有 在路凳中間的偵測器 就多了很多資料出來 或是因為科技產生 你說某個範圍裡有AVI AVI可能沒有所有資料 可是某個範圍有AVI AVI抓到一部分的OD的話 那就給你什麼 partialOD information出來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這個OD一定是 upper bound low bound 多少 所以你AVI 像我們高速公路有AVI 就給我partial information 那你有越多的information 就可以 反正你可以寫越多equation 表示什麼 表示你這個solution 的space 就給它越說越小了 你可能這個值就越正確 這樣子 可是永遠沒辦法 我看永遠沒辦法 跟你execute solution execute solution 就是你的變數 跟你的quation一樣多 你永遠沒辦法 所以永遠是 estimation 而已 直到有一天 高速公路是全線找到收費 然後每個人都買 onboard運用 你全線找到收費 有人不買啊 對不對 雖然現在處跑好像 條例也沒有真的 很嚴苛的話 還是永遠不買 還是會找掉那個履次的啦 我hopefully 大部分都會買的話 就可以給你 所有的OD information OK any questions 像那種 現在高速公路的資料 既然如果這個on-rep的總和 跟on-rep的總和加起來 它可能差了有15%的流量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怎麼樣去做分 甚至連那個man-rep的 它的那個量都會差 你on-rep跟off-rep 怎麼會差 有個雲在哪邊你知道嗎 我說你的時間取多長 一整天 一整天24小時是嗎 對24小時 如果24小時的話 你一樣會誤差 因為你 我就說你進來的車子 那個還沒有出來啊 對不對 所以誤差差是正常的 並不是它 它有錯 除非你說 那個什麼時間開始 就不得有進車子 到什麼地方不得有車子 才會進出一致 所以 那可能很多差都有在裡面 本來時間差就會有啊 因為你高速公路 OD算完 你這個in out算完 你高速公路上還有車子啊 對不對 那個車就是你沒有 沒有算到的differences啊 所以高速公路上的車子 那個時候 車子還很多的話 就是 比基尼跟安寧車子還很多的話 越多你的誤差就 就越大嘛 對不對 因為你車子還沒有出來的車子嘛 我意思說你 那個 第一個0小時 開始 量on-rep這輛的時候 那個時候高速公路有多少車子 第二次小小時結束的時候 高速公路有多少車子 這個時候 這個都是你的誤差啊 因為那個時候 你還沒算出來 還沒出來嘛 我不曉得那個車多少 所以那跟你什麼話 你說會不會15% 因為有可能啊 你如果那個segment很大的話 學習高速公路的話 你想想我們高速公路上 可以裝多少部車子 那你 但是你如果說 放為縮小成 台北到桃園這個小distance的話 就不應該差那麼多啦 因為高速公路 就是裝也裝不然那麼多車子 你的誤差就是那時候 在高速公路上的車子嘛 那有可能 當然我們那個 找到以後 我們那個高速公路的偵測器 還有很多誤差啦 我知道還有很多誤差 可是我想大部分誤差 是你那個 space上 存在車子的誤差 但是 如果你平均的 就像是 拿這個 每天平均的 上閘道跟下閘道 都可以插到這麼多的話 在model上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騎 我model 我不用 那個 總上總下 因為我是 我是用 所以我有time lag 我是用 每個時間上了就好 分配這樣 對阿 我不用 因為總上總下對我沒有用 因為總上永遠差 因為我就跟你講說 你控制範圍越長的話 那個差也越大 所以 我為什麼有這個 有這一項的原因 跟這個m的運在這裡面 觀念是m的要取多大 這個m是多大m 因為m這個通話跟什麼關係 跟你driving population的 difference有關係 就是說同時間出發的車子 如果這個driving population都很 uniform 表示大家開的車都差不多 速度的話 這個範圍又很小 物差不會很大 如果這裡有80歲 又有20歲的話 這個範圍就很大 通過時間出發的車子 你看AVI資料 我說你們一定沒有仔細看AVI資料 每個人都假設AVI資料出來 我就給你一個旅行時間很標準 其實你看到資料的時候 你搞不清楚 我到底要取什麼是m值 變化差很大 可能你的driving population就差很大 這樣子 但這個就是可以看到 所謂動態的關係 當然有關係 那這有什麼好處 所以你就會了解說 我如果這個什麼 收費在那個什麼地方 讀得很嚴重 從動態的觀點 你可以知道這些車 其實不是從台北來的 有的地方是哪個地方上來 有的地方是哪個上來的 你就知道 那conjunctional formation 是來自不同來源的車子 在不同時間造成的 那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的時候 如果這不是車禍 只是因為 每天上班這樣擁擠 大家怎麼偏偏都擠在同的時候 把這個路段背得很擠 因為你把它擠得很擠 我就需要擴張高速公路 花很多錢 那instead of that 我知道你的OD 我們就可以給advise 你台北的人 你可以早一點或晚一點出發 不要跟什麼 就是給那個不同OD的人 不同advise的出發時間 可以讓他們不會擠在一起 造成那個local bottleneck 聽懂我意思沒有 因為很多的 bottleneck 是什麼 是因為如果不是車禍 不是那個縮減車道造成 都是什麼 因為不同OD的人 在不同時間出發 可是大家都經過同一點 剛好同一點 經過同一點的時候 都是流氧最大的之後 就造成一個recurrent conjunction 所以我如果這個information的時候 我只要我給你的建議 讓你不會遲到的話 那我可以跟台北的出發的人 可能你本來七點出發的 你改作六點五點出發 長個十分鐘 你就可以避開這個擁擠 新竹桃園的 僅僅慢個十分鐘 那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conjunction butter neck給去掉了 但我只是butter neck 如果整個路那個擁擠 那也沒有救 你怎麼改這麼多用 大家都很擠 可是很多時候你看 擁擠並不是真的 整個路都擠 百分之九十的擁擠 都是一個butter neck的擁擠 spillback 造成整個路的擁擠 就是說 像那個我們那個 新竹光復路一樣 我看有時候整條路擠 其實根本不整條路擠 所以某幾個路口 毀堵 然後就形成整個路擠 事實上那個路口減低以後 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這就是說你知道它OD來源的時候 可以提供的ifor命 事實上很有用 我期待我們高速公路 有這個時候可以用 不過我下次回來的時候 應該還沒有做好就對了 我下次回來是5月28、29的時候 應該還沒有做好 所以這個OD還是可以講下去 OK Stop here today See you 六月份 五月28是 建委什麼時候 28 上課時間是 28 28 29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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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question 回家 開車慢慢 不要創造那個 congestion OK 我們 我們可以說 好不容易 不是 在這門 空間 我們可以說